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931集 而且神离族是一个中立种族 魔族联盟和人族联盟都在争取对方的加入 地位很是超然 不管何族都不可在我黑时闹时 为者 死 黑人淡淡说着 轰了一声 下一刻这神离族眼神中充满了无尽的空气 整个人被漆黑火焰包裹 漆黑火焰散去 虚空中一道道淡淡的神性物质消散 这名神离族人已经是化为了虚无 这是你的弥神猪 黑人拿起了弥神猪 递给了探主 然后身形消失在了这片天地之间 等着黑人离去 场上顿时响起了无尽的哗然 一尊人尊巅峰的高手就这么死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如何不给人强烈的震撼 这神离族的人还真是白痴啊 竟然敢在黑市中闹事 黑市极其的神秘 即便是最顶尖的魔族和人族都不敢在这里散演 这神离族虽强也不看看自己的分量 还是这神离族人是第一次来这黑市 不清楚黑市的规矩 若是那神离族人真的震怒 初冬高手来黑市讨要功道 那可就热闹了 神离族不会那么傻的 这小子白痴 难道神离族的高层也是白痴啊 当年有黑与魔族天尊在黑市中闹事 还不是照样被抹杀 老头来魔族什么都没说呀 那神离族算什么呀 哼 有人说 黑市的背后站着人族和魔族的大佬 副族这黑市其会 魔族联盟功勋和人族联盟的功勋 都能正常使用啊 各种议论之声不绝于耳 人群很快地散开去 而那贪主 显然也没想到之前的魁梧汉子 居然会是神离族的人 更没想到黑市执法者 在他说了之后 竟然是还杀了神离族的高手 虽然他的公道被讨还了 但是却再也不敢在这里继续摆摊下去 收起了东西 急匆匆地离开了 黑市执法者 秦晨喃喃说着 眼神凝重 之前那黑衣执法者 在尸产黑色火焰的一瞬间 秦晨隐约地感觉到 整座黑市都悄然地移动 黑市的规则 秦晨扫了一眼四周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正是一片黑市中 绝对有一个顶级的大阵 之前的神离族高手的陨落 便是因为这大阵中的特殊力量 直接将他给绞杀了 否则 一尊人尊巅峰的高手 哪怕是帝尊枪者 也不可能看上一眼 对方就直接燃烧深陨 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而且 此人之前能够辨别谁在撒谎 应该也是利用了黑色水晶球 依靠着整座黑市的大阵 才判断出来的 秦晨道谢了一口良心 这黑市的大阵会有多强 帝尊大阵 亦或是天尊大阵 如果当年真的连魔族的天尊 都陨落在黑市里 那么这黑市中的规则大阵 绝对不可能低于天尊大阵 可是 暗宇宙中 像这样的黑市并不止一座 谁也不知道黑市究竟有多少 如果每一座黑市中 都有一个天尊大阵 那么这个黑市又会有多可怕 秦晨此刻 才是深深地了解 黑市的可怕与强大 大人啊 黑市外 没有关系 但是 在黑市之中 必须按照规则来 这也是很多人愿意来黑市交易的原因啊 不管你的来头再大 也休想在黑市闹事 哪怕是人族 魔族的天尊来到这里 也不能仗势欺人的 诸如老者 笑着说的 他在这黑市生存了十几万年 也已经是对黑市有了一定的认同感 见到了这一幕 从内心深处都涌动出来了自豪 秦晨笑了笑 没有多言 的确 黑市很是公平 但是真的绝对公平 秦晨并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公平 所谓的公平 不过是实力不够吧 的确 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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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族的天尊都不可在黑市嚣张 但是至尊 所谓的规矩 只是为了约束他们那些普通人吧 不过 见到了这一幕 也让秦晨对着黑市交易 放心了不少 起码 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和宝物 还不至于让黑市破坏亿万年的规矩 来针对自己 某种程度上啊 还真是在一个规矩森严的地方 你越弱小就越有安全感 当下 秦晨继续在交易市场中闲逛起来 不得不说 这交易市场的好东西太多 看得秦晨那是眼花缭乱 其中有很多的宝物都非同小可 甚至有类似于九绝深山 九百九十九颗星辰核心这样的宝物出现 但是 秦晨已经是浩天神甲这些东西了 对这样的宝物 却是一点都不感冒 如果不是之前的幽冰星河之行 秦晨还真的购买一些防身的重宝 反倒是一些特殊的材料和灵药 让秦晨两眼放光 当年万毒尊者身为宇宙中万族 都要求炼制丹药 顶级丹道大师 在丹道意图上自然登峰造计 不但能够炼制出人族的丹药 对万族的材料和灵药 以及丹药也有不小的造诣和理解 如今呢 秦晨已经是得到了万毒尊者的传承 看到这些万族材料 自然是欣喜不宜 其中很多灵药和材料 一旦是炼制成了丹药 将来自己突破尊者境界的时候 也可以服用 能够尽快地供固修为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可以用来炼制正旗的材料 秦晨自然也毫不吝啬 一一买了下来 好在啊 这些材料和灵药的价格居然不菲 但是秦晨身上的圣脉和宝物却有不少 而且还得到了玉山尊者 一亿七千万黑石工训 最重要的是 秦晨乾坤造化玉碟中的神光鱼 钓了一大堆 这才是秦晨的底气所在 这一天 秦晨都在大肆地购物 买下了诸多的材料和灵药 端地是满载而归 到了晚上的时候 秦晨和刺天琼他们会合 双方都是兴奋地回去 第二天再来 到了第二天 秦晨他们再一次来到了交易市场 对比第一天 这第二天的交易市场同样活放 甚至一些特殊的宝物 也都一一地摆了上来 第一天只是开胃小菜 而第二天开始 才是真正的大餐 秦晨等人又是一阵大肆购物 可惜啊 这黑市交易市场中的宝物 虽然多 但是真正顶级的宝物 却是很少出现 以秦晨现在的实力 一般的尊者宝物 根本就吸引不了他的注意了 唯有一些真正的顶级宝物 才能让秦晨注意了 但是这样的宝物 实在是太牺牲了 闸眼到了第三天 瓦猎族想要购买的宝物 已经几乎是全部购买完毕了 白人 我们要不要去拍卖会看一看 古力摩瞪着眼睛说道 夜恋期待的 这第三天交易会结束后 便是黑市拍卖会 这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也是不少来这里的高手 最重要的摩 古力摩这么一提 就看到四天穷等人的眼神 都火热地卡了过来 也罢 就去看一看吧 秦晨感知了一下自己 乾坤造化玉碟中 诸多神光鱼 笑了笑了 虽然这三天 他大肆购买了很多东西 但是 这一次在幽冥星河中的收获太多了 以至于秦晨并没有耗费太多的宝物 甚至 林玉山尊者黑市令中的 一亿七千万功勋 都只消耗了一半 毕竟这交易市场 一般个人很少愿意收工薰职的 而都是想将宝物兑换成神光鱼 圣脉 或者是别的宝物 本来秦晨队拍卖会虽然好奇 但是还是有着忌惮 但是 这些天参加交易大会 发现这黑市交易会 虽然很是热闹 但是规矩森严之后 倒也放心 嘿嘿 走 去拍卖会 古力摩激动地说道 一群人当即走向了拍卖会的所在 此刻 拍卖会的位置 已经拥挤了不少人 很多人挤在了拍卖会的门口 却是根本进不去 其实 秦晨皱起了眉头 诸如老者结识 大人哪 想要参加拍卖会 可不是没门槛的 要么是受到黑市邀请的客人 要么是在此拍卖会上 有宝物需要拍卖的人 除此之外呢 想要进入 必须缴纳巨额的费用 购买包厢才行 巨额费用 有多巨额 古力摩钓了不少神光鱼 这些天也大肆购物了一份 也算是财大起粗了 顿是傲然的 不后乡的费用 三十条一斤重的神光鱼 或者是三分之一条尊者圣脉 又或者是五千万的功勋值啊 诸如老者的 此言一出 古力摩顿时倒吸了一口良气 连秦臣也是择胜 这黑市也太黑了 本来以为几条后期圣主圣脉也就够了 但是谁曾想竟然是如此昂贵 这三个条件 每一个都极其的敬略 五千万功勋值 击杀一名尊者 也不过一亿功勋值 如果是用黑市令的话 也就是五千万功勋值 也就是说 击杀一名尊者 也就够入场费而已 除此之外 三分之一条尊者圣脉 同样是天价 至于三十条一斤重的神光鱼 那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不是有秦臣 让古力摩他们自己去调 扣除租船的费用 怕是得起码调个一两千年才够 这还算是保守计算 这这这都有人愿意花钱进场啊 古力摩瞠目结舌头 因为这拍卖场外 虽然围拢着看热闹的人很多 但是进去的人却也不少 陆陆续续的一直有人进入 这这能回本 古力摩不明白 听说这拍卖会上的宝物并不多 直接三分之一条的尊者圣脉拿出去 万一没拍到好东西 那岂不是亏大了 诸如老者笑着 这就是黑市的魅力了 因为黑市能保证进入他拍卖场的宝物 各个都是真保 或许你一次没拍中自己想要的 两次没拍中 但是五次十次呢 在黑市中啊 一直有个说法 那就是你哪怕参加十次拍卖会 只要是你一次拍中你心仪的宝物 那就绝对不会亏啊 哦 这么牛逼啊 古力摩则是 这老头儿吹呢吧 十次拍卖会 关成本就快接近三条尊者圣脉 你啥好东西 能让你在拍卖的价格之外 把票价都给值回来 有意思 走 去办个包厢 秦辰本来还只是随便看看 听到了这个 反而是来了兴趣 他倒是不怀疑诸如老者的说法 虽然肯定有夸张的地方 但是也必然有些道理 三分之一条尊者圣脉 虽然价值非凡 但是必然物超所知 否则的话 黑市存在这么多年 也不至于一次拍卖会 就来了这么多高手 连煞天族 帝尊高手也都前来 自然是有他的独到的地方 秦辰他们来到一旁 很快地办理了包厢 却是看到不少人的目光火热不已 拿到了包厢令牌 秦辰他们再度从正门进入 这拍卖会无比的热闹 正门居然是排起了几个长队 看得古力模是眼热不已 这黑市也太穿了 光是门票费就足以让一般的种族发疯了 秦辰他们自然也排在了队伍中 甚至秦辰还感受到了队伍中的一尊满脸英质之气 浑身散发着可怕帝尊气息的高手 也站在了队伍中 居然也没有插队 在黑市中 任何人都要守规矩 众人陆续进场 嗯? 是你们 竟然没有死在幽冥星河 突然 一道惊讶的声音响了起来 秦辰他们转过头 就看到了边上的队伍中 黑金虫族的卡米拉等人也在这里 卡米拉? 刺天穷的目光突然一顿 对方的气息 他们彼此再熟悉不过了 就算是戴着隐匿气息的面具 也是无法遮蔽 能够清晰地忍出对方 哼 看来 你们在幽冥星河收获不小啊 卡米拉迷着眼睛 心头火热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五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肖天逸 第1990集 清晨的身体中 滚滚的力量涌动着 但是 之前的损伤太大了 以至于无论秦晨如何催动体内的气血 都无法短时间内修复自身 特别是那起源之树 占放神红 在疯狂地吞噬外界的混沌之气 只可惜 这里的混沌之气虽然浓郁 但是却依旧是远远比不上起源之树的获取 而秦晨身上的异变 很多人都疑了 这里有着神龙墓所化的龙巢 而秦晨又是真龙族的身份 让人难免有一些怀疑 只是下一个 秦晨的举动 却让是所有人都更加无欲了 就看到秦晨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枚果实 然后就这么咬在了嘴里 一口一口地吃起来 靠 到底哪来的杀雕 居然在这里吃水果 不对 下一刻 所有人的眼珠子都蹬圆了 因为他们看出来了 秦晨正在吃的居然是混沌果实 那果实之上滚滚的混沌之气弥漫着 温润的混沌之气融入到秦晨的体内 滋养他的肉身 并且秦晨身体中的起源之树上 也涌动起了一丝丝的混沌之气 这家伙疯了吧 所有人都骇然地看着秦晨 混沌果实虽然是质保 但是绝非直接就能吞服了 其中蕴含特殊的理 甚至能腐化尊者的肉身 正如那些尊者们所料想 那混沌果实在进入到秦晨肉身中的时候 其中有着一股可怕的力量 开始渗入秦晨的肉身 这是混沌果实在生长过程中 无数年来诞生的可怕力量 对尊者有害而无益 更恐怖的是 这种力量诞生在混沌果实的体内 经历无数岁月的演变而成 连尊者之力也是无法消弭的 哼 连那魔力和赤炎魔君都能消化的力量 本少货消弭不了啊 秦晨确实冷笑 一点都不担心 翁的一声 没有人看到 在身体中骤然涌动出了一道黑色的图腾之力 图腾之力散发出了浩荡的气息 竟然是将那混沌果实中的特殊之力 一点点的碾压 粉碎 削米 最终在这一股力量 直接进入到了秦晨的龙体之中 形成了秦晨肉身力量的一部分 终于 在吸收了一枚混沌果实之后 秦晨体内的起源之书上 滚滚的混沌气息弥漫 变得愈发的深邃与浩瀚 秦晨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起源之书中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具体是什么变化 他目前也没能弄明白 呼的一声 众目睽睽之下 秦晨吐出了一口气 睁开了眼睛 然后安然地站了起来 这让众人都惊讶了 他们都听说过 混沌果实不能轻易吞服 一旦吞服 必然会造成身体损伤 可秦晨却是毫发无损 难道这混沌果实真的对真龙族没有效果 还是什么原因 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 秦晨已经是来到了身边一名尊者之前 他手中流露出了道道 法则神烈 渗入到了这灵魂湖泊之中 此刻 看到秦晨前来 此人顿时紧张地站了起来 惊声道 你想做什么 秦晨笑眯眯地看着对方 别紧张啊 在下出来乍到 这不是看你们都在湖泊中垂掉 想问问你们在做什么呢 来 把你们的法则神烈拿出来 让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秦晨满脸微笑 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笑眯眯地说道 但落在那尊者的眼里 却跟魔鬼一样可怕 凭什么让我把法则神烈拉起来 我告诉你 我乃是天鬼族的人 我族也有大能来到此地 你若是敢动我 加油 那天鬼族的尊者还没话说完 秦晨直接一巴掌甩在了他的脸上 目露寒光 咧着锋利的牙齿道 费什么话呢 让你把法则神烈拉起来 叽叽歪歪找死啊你 你 这尊者快疯了 我什么我 你以为我没看出来 你刚才眼神中的杀意吗 秦晨冷笑 不想死的话 按照我的话去做 秦晨杀气腾腾 冷谋凝视着对方 那眼神根本就没向对方放在眼里 这让此人心头震动 恨不得跳起来和秦晨拼命 不过他还是压抑着 因为他知道 他就算是跳起来拼命 也不可能是秦晨的对手 甚至秦晨一巴掌就将对方给中伤了 他只能忍着 我什么我 秦晨瞥了一眼对方 那眼神就像是看什么阿猫阿狗一样 不想死的话 就将你的法则神练拿出来给我看看 秦晨逼近对方 阁下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吧 这时 一旁的强者说道 是一名弟尊 脸色很是阴沉 因为在这里如此嚣张 不但在羞辱那天鬼族的高手 更是在羞辱在场的所有人 过分 我怎么不觉得 秦晨摸了摸鼻子 看向了对方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想不到你巨蟹族还挺有正义感的 不太像你们巨蟹族啊 还是说 此人是你私生子 好像也不对啊 你们巨蟹族 怎么可能生出天鬼族的种来 你这口味有点重啊 你 这龙族的小子 是你强 但是这里也不是你一个人撒野的地方 这巨蟹族的帝尊气得浑身发抖 胡须都快翘下来 但是 他手中的法则神烈 依旧是蔓延到了灵魂活泊之中 没有轻取妄动 好了 都别说了 此时另外一名帝尊沉生 你无非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 你现在所看的活泊中 拥有重宝 只是要将自己的法则神烈凝成绳索 就能伸入这灵魂活泊之中 然后便有可能得到重宝 如果是自己想得宝 大可将法则神烈渗入进去 没必要这么咄咄逼人的 哦 锤掉重宝 秦晨 目光一闪 他早就看着这些家伙有些诡异 想不到居然是在锤掉重宝 那你们 为什么不直接进入这灵魂湖泊中 打捞重宝 你是故意的还是真不知道啊 这灵魂湖泊极其的诡异 任何人进入 瞬间就会被抹杀 之前有人试图潜入这灵魂湖泊之中 结果直接化为虚无 神魂破散了 别说进入这湖泊中了 就算是试图捞起这灵魂之水 都会当场比你 你若是对自己实力有信心 你试试啊 这么神奇 秦晨故意如此嚣张的 针对天鬼族的家伙 就是为了从这些人口中 打探出来一些消息 现在听到这灵魂湖泊的神奇 秦晨心中也是微微一力 就算是白痴来到这里 也能够感受到这灵魂湖泊中的 灵魂之水极其的可怕 约含天地灵魂之力 绝对称得上是一件宝物 一般人来到这里 怕是第一件事 就是将这些灵魂之水给收起来 不过现在 秦晨明白 不是这些人不想收取这灵魂湖泊 而是这灵魂湖泊十分的危险 根本无法被射起 这倒是 有些像是幽冥星河了 因为幽冥星河中的河水 也根本无法射拿起来 连尊者都能腐蚀掉 不过啊 幽冥星河毕竟无比辽阔 可这灵魂湖泊 却比幽冥星河小得要太多 我来试试 秦晨目光一闪 顿时催动乾坤造化玉碟之力 嗡的一声 秦晨就感觉到乾坤造化玉碟猛的一阵 煞事件 这眼前的灵魂湖泊中的湖水 就要被秦晨给射拿出来了 果然可以 秦晨心中激动 当初幽冥星河水 其他人无法射拿 但是乾坤造化玉碟确实能 这一次灵魂湖泊似乎也一样 乾坤造化玉碟 虽然射拿起来无比吃力 但是绝对可以将其中的湖水 收入乾坤造化玉碟之中 不过 秦晨却没这么做 这个秘密 暂时还不能报了 喂 把你的法则神殿拉起来 我看看 秦晨对着那天鬼族的尊者继续道 你 那天鬼族的尊者都快要疯了 秦晨为什么非顶着自己不可 小瑶 你可知道 在这灵魂湖泊中寻宝 第一次深入法则神殿效果是最好的 若是提起来再次进入 吸引到宝物的可能 就会大大减弱了 那巨雀族的帝尊沉生呢 和我有关系了 秦晨笑了一下 他吸引不起来宝物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想看看你们所言究竟是不是真的 万一骗我怎么办 那天鬼族的家伙都快哭了 不过他之前的确有对秦晨动手的心思 只不过担心会无功而返 所以才忍住 严格来说他也不忍 哗啦啦 在秦晨的压力下 天鬼族的家伙开始将自己的法则神殿 给拉上来 秦晨盯着那湖泊 可惜 这湖泊虽然不是特别大 但是就算是你打开天眼 也无法看清楚湖泊深处到底有多深 而那天鬼族拉起法则锁链的时候 突然 他的法则锁链一尘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掉了上来一半 另一头好像牵着什么东西 这天鬼族尊者脸上顿时露出了狂喜之色 这次不需要秦晨开口 他自己就迅速地拉起了法则锁链 哗啦啦 法则神殿不断地被拉起 突然 一个古谱的水草箱子 缓缓地浮出了灵魂水 真的掉起来宝物 好运气 是水草箱子 不知道这箱子究竟有什么 所有人的目光凝视了过来 眼眸之中 暴射出了火热镜王 这箱子 由密密麻麻的黑色水草 交织在了一起 宛如是一条条细细的小蛇一样 更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这一条细细的水草 竟然是散发出了黑气 把整个水草箱包裹住 当水草箱被拉起来的时候 也曾有人打开火眼金睛 欲要看一看这水草箱中 究竟有什么东西 但是 没有人能够看穿这水草箱 这箱子 仿佛被一层无形的力量 给屏蔽了一般 根本看不清里面究竟有什么 众人都知道 只要是当这水草箱 从湖泊之中掉起来之后 才能打开 但是在打开之前 谁也不知道 这里面究竟会有什么 哗啦一声 那天鬼族的尊者 猛地一拉法则神烈 当水草箱一离开湖泊之时 突然间 湖泊下方掀起了一片浪花 随着浪花冒起 从那水草箱的下方 窜起了一只凶物 这凶物和那黑色虚影 极其的类似 化作了一头黑色滔铁巨口 朝着那天鬼族的尊者 便是狠狠地撕咬而来 小心 其他人都齐声高喊 那天鬼族的尊者 似乎早有准备 苍狼的一声 手中出现了一柄 阴气森森的鬼杖 对着那滔铁巨口 便是狠狠地砸了过去 在灵魂湖泊之中 只要你吊起了一只水草箱 就会招来这灵魂湖泊底下的 某一个凶物 没人知道这凶物是从何而来 只知道这凶物 蕴含可怕的混动气息 像是守护着水草箱一般 只有将这凶物给击退 才能真正得到水草箱 轰隆的一声 这天鬼族的高手早就有所知 速度极快 在那凶物扑出来的一瞬间 一掌挥中 就轰在了这凶物的头颅之上 但是 这凶物极强 一掌之下 它瞬间轰落到了湖泊之中 可同时 它的一只漆黑的手掌 身处迅速地迈移 直接抓住了 岸边的天鬼族的尊者高手 将它猛地拉向了灵魂湖泊 不 救我 和天鬼族高手 惊恐地将手伸向了离他最近的亲臣 但是秦臣却没有出手救 顿时 这名天鬼族的尊者 被拉入湖泊之中 一声惨叫 这天鬼族的高手 被凶物拉入湖泊之中 冒了个泡 瞬间 身体融化强 最终化为了灰飞 消散不下 仅仅 顷刻之间 那天鬼族的高手 便是魂飞魄散 尸骨无所 好像从来都没有出现鬼板 这恐怖的场景 让每一个人 都倒下了一口凉气 秦臣也是目光影 这灵魂湖泊的确可怕 一名尊者掉入其中 瞬间就化为了灰飞 哪怕只是巅峰人尊 也足够让人惊恐 这龙族的小子 之前你明明可以伸出援手的 居然眼睁睁地看着天鬼族之人 被拖进里面 难道你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你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五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卖小布 萧天忆 第1991集 那巨鹊族的帝尊 盯着秦臣 冷哼说 于气十分的薄 你当我是白痴吗 秦臣嘲讽地看了对方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出手原则 我离他比较远 只有你才来得及啊 那巨鹊族的帝尊冷横的 是吗 秦臣放眼看向了湖泊 这湖泊并不大 但是每一个人都坐得远远 彼此隔着一段距离 不由得冷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要是出手救助那天鬼族的高手 他也会被那凶物进攻 秦臣这话 那巨鹊族的帝尊脸色顿时一遍 对我说中了 秦臣吃笑了一声 你们所有人都彼此分散开了 若是不同种族的还可以解释势力 生怕遭人暗算 可即便是同一种族的 所坐的位置也有一定的距离 显然不符合常理 除非在这里垂吊 只能自己出手 其他人根本不能援助 甚至一旦援助 反而会引来更大的麻烦 顿时 场上其他一些尊者 都露出了惊讶之词 看着秦臣 他们没料到 秦臣观察居然如此细微 仅仅从位置上 就能看出这些端子 的确 在这灵魂湖泊中垂吊 是绝对不能施展出援手 若是不插手 还有可能击退凶物 拉起来水草香 可是一旦有别人插手 立刻就会遭到 灵魂湖泊中 其他雄物的惊讶 哪怕是巅峰地 也要陨落在这里 这是之前已经陨落了 不少人之后 换回来的学教训 这些经验 自然没有人愿意 告诉后来之人 除非是熟悉之人 其他人都巴不得竞争对手 淹死在这湖泊中 秦臣看到这些家伙的表情 就知道自己猜测的没错了 不由地冷笑了一声 不过经过那天鬼族的尊者之后 秦臣也明白 这灵魂湖泊中的确有好东西存在 而且的确是用法则神炼去锤掉 只不过这灵魂湖泊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还有那吸引自己的力量是什么呢 秦臣盯着灵魂湖泊 如果是别的什么地方 秦臣说闯也就闯进去了 但是这灵魂湖泊 秦臣却是不甘有轻举妄动 不过验证了对方的方法有效 秦臣也重新找了个位置 哗啦 他身上的真龙之气凝聚 化为了道道法则神炼 迅速地融入到了眼前的灵魂湖泊之中 秦臣小心翼翼 既然这灵魂湖泊中吸引他的气息和真龙之气有关 秦臣相信利用真龙法则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红龙的意识 而就在这时 秦臣也看到了 其他地方也有人拉起了水草墙 顿时各种凶物从灵魂湖泊中泊了出 这些凶物形态各有 带着浓烈的混沌气息 让秦臣有种强烈的感觉 这些凶物和之前的黑色虚影 似乎是来源于同一个源头的生物 傻 这些尊者们都大吼一声 施产出了瓶生最强的绝血 顿时河水被掀起 浪涛滚滚 这几个尊者都强弱不易 有人尊也有帝尊 但是那些凶物的强弱也不能 并不会因为你是人尊而弱一些 也不会因为你是帝尊而强一些 似乎是随机的 没有任何的规律 终于 这几名尊者中 有一人被凶物拖入到了灵魂湖泊中 瞬间化为了灰飞 而另外几人 各自都得到了一个水草墙 这几名尊者在这湖泊的边上 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水草墙 当他们清理掉水草之后 其中三人得到的居然是一个破旧的刀柄 还有一个得到的是一个破旧的镜子 第三个则是一片杂杂 都是一些腐朽的兵器 完全腐烂掉 根本就是一文不诚 甚至轻轻一捏 这刀柄就直接碎掉 而另外两名尊者的烧好一些 其中一个得到的是一面破旧的头盔 但是 这头盔保存的颇为完好 轻轻一敲 当的一声 头盔中传来道道回音 有一种大道之音在呼 出的一声 那帝尊高手手中凝聚帝尊之力 刺在了那头盔之上 头盔之上绽放着神性光辉 虽然这光辉极其的微弱 并不算很强 但是 能够抵挡住帝尊级别的攻击 显然也是一件宝物 而另一个人 得到的则是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 如同鹅卵石一 看起来很是普通 但是 当它放在心头的时候 却有一种大道的气息流露 让得到者体内的尊者之力 运转起来更加的自然 虽然不知道这鹅卵石具体 有什么作用 但是 这鹅卵石散发出来一缕神性 最少说明啊 它是一件宝物 而且能激发尊者之力 起码也是尊者级别的宝物 哈哈哈哈 这回不亏啊 能得到了头盔和鹅卵石的尊者 不由地为之一心 兴奋地立刻收了架 来之人有些疑惑 后来啊 才听其他人解释 这个灵魂湖泊十分的歧途 基本上只有第一次 能够吊上来水草箱 一旦吊上了一个水草箱 那么第二次就很难再吊上来 甚至连法则神炼轻易提上来 也会吊起水草箱 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这些尊者一旦吊起来水草箱 不管有没有宝物都会离去 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 还不如去别的地方转 毕竟这万象神葬身处奇特秘境中 龙巢只是其中之一 还有其他很多废弃行臣和宝地 指不定有什么好东西 秦臣听了之后心中一沉 因为他确信那一股对体内真龙之气 有强烈吸引之力的力量 就是来自于灵魂湖泊之中 但是秦臣也不敢肯定 自己就一定能吊起来那东西 万一他吊起来其他东西 那就彻底结束了 秦臣就算是再强 也无法闯入到灵魂湖泊之中去 去搜寻那吸引自己的宝物所在 必须谨慎又谨慎 秦臣将真龙之气化作了法则神炼 渗入到了灵魂湖泊中 开始去一点点的感知这灵魂湖泊的构成 试图利用在幽冥星河中垂掉的经验 来垂掉这灵魂湖泊之中的宝物 因此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感知这湖泊底部 到底有什么宝物 而是去感知这湖泊的形成 感知这灵魂之水的气息 翁地一声 秦臣的神识已经是彻底沉浸在了其中 而在秦臣进行感悟的时候 这灵魂湖泊的周围 不断有尊者们前来 他们在弄清楚情况之后 也都开始纷纷地垂掉起来 每当有水草香被垂掉起来的时候 有人成功地掠夺 也有人被拖入灵魂湖泊惨死其中 一旦是惨死在灵魂湖泊之中 那么就是死不见尸 永辰何地 秦臣在这里一待就是数天 他的法则神烈 都没有渗入到湖泊深处 只是在这里感知 在这几天里 有人是一无所获 也有人拿到了不错的东西 但是依旧是没有出什么惊世的宝物 灵魂湖泊 有点意思 就在这一天 秦臣依旧是在感知灵魂湖泊的时候 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响起 这么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 在这湖泊附近回荡 宛若是在每一个人的耳畔响起 虽然这声音在湖泊附近回荡 但是却不见这个说话之人 在这里垂吊的没有一个是弱者 现在只听其声不闻其人 不少人都是心中意义 知道对方是个了不得的强者 嗖的一声 就在不少尊者回首张望说话之人的时候 忽然一声轻响 在人群之中 一个身形出现在了这 这是一个有些微胖的高手 一双眼睛咕噜噜 此人看起来人畜无害 分明是个人子 可是 他的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却让每一个人都变色 因为一股滚滚的威压凝聚而来 这分明就是一尊巅峰帝尊 不少人立刻神色警惕起来 巅峰帝尊 这可是非同小可的 有这等实力之人 都不会是默默无闻之类 可让众人震惊的是 这个人族巅峰的帝尊 他们竟然都不认识 诶 此人是谁啊 人族有这么一个巅峰帝尊吗 人族的顶级势力很多啊 什么虚神殿啊 星神宫啊 大雨神山的天工作啊 等等等等 但是不管是来自哪个人族巅里 这等高手都不应该默默无名才对 为什么此人以前都没见过呢 不少人暗中一路 借怯思语 显然这一名巅峰帝尊 令他们很是意外 这也难怪 如万云帝尊等高手 达到了这等层次的 几乎都在万族战场 或者是宇宙中闯荡 很少说会是寂寂无名 没人认识 除非对方隐藏了面 就看到这巅峰帝尊来到了灵魂湖泊前面 竟然是若有所思 嗯 大人说过 这次万象神葬会有惊人的宝物 活不其然啊 这种东西居然都被我见到了 这巅峰帝尊看着前方的湖泊 眼神中有着震撼 似乎认出了这灵魂湖泊也 可惜啊 可惜 啊 我也怕是无福腰肉啊 这微胖的巅峰帝尊叹息说的 眼神中有着凝重和忌惮 然后他弥漫出了一道法则神炼 迅速地融入到了湖泊之中 武魂之力 秦辰感知到对方的法则神炼 目光立刻赢 因为他看出来了 对方的法则气息 有一股淡淡的武魂之力 这种力 秦辰当初在冬天界的武魂之祖身上 感知到过 说明此人曾经修炼过武魂 就好像是秦辰来自天武大陆 体内拥有血脉 如果他不用真龙之气凝聚的 法则神炼锤掉水草香 而是用本体的法则神炼 那么极有可能 会有一些血脉之力的气息 这时钻刻在他们灵魂之中 虽然突破圣境之后 这种气息血脉 已经融入到了他的肉身 但是仔细去感知的话 依旧是能够感知到 哗啦 此人的法则神炼 一进入到灵魂湖泊之中 那灵魂湖泊便迅速地波动起来 这么快 所有人都是一进 这家伙的速度也太快了 很多人看到这里 几天都掉不起来水草香 可他呢 片刻之前居然就吸引到了一个水草香 这的确是让人震惊 哗啦的水声响起 众目睽睽之下 这巅峰帝尊将法则神炼给拉起来 众人果然看到了一个水草香子 而这个水草香子 比之前所有的水草香子都大了一倍不止 当这一只水草香子一出现之时 哗啦的水声响起 几只凶兽从灵魂湖泊中冒了出来 而这微胖的男子一点都不害怕 低喝的一声 一抬手挤到流光 瞬间从他的手中抱着而止 就听得 啵啵啵 声音响起 一道道寒光展露 在短短的时间内 这几只凶物就被他给斩杀了 他猛然地提起了水草香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 拎着水草香子 瞬间离去 一闪消失 也不知道他的水草香子中 究竟有没有跑 好强啊 当这自称尔爷的巅峰弟孙消失之后 在场的其他尊者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没人愿意和这么一个高手待在一起 这太危险了 尔爷 这名字怎么听这么熟一样 有一名弟尊男男 你听过此人 确实 很多人都看向了那开口的弟尊老者 毕竟这么一个高手在场却没人认的 这实在是有结果 更何况 如果对方是一些隐秘的强大种族 倒还好说 就比如秦晨的真龙族 有什么强者外界很少知晓 但是像人族这么一尊高手 不应该极其无名 你们可曾听说过天元大陆 那老者弟尊 称声 你说的是当年修复了天界的逍遥至尊所飞升的那个天元大陆 有人诗声 没错 天元大陆便是一个修炼武魂的大陆 我曾听闻当年逍遥至尊飞升之后 他会下还有一群高手 也跟着飞升的 其中有一个人就叫做二爷 此人修炼的乃是天儿武魂 是文奇的 不过我也只是听闻啊 从未见过 逍遥至尊的回家 所有人都倒歇了一口凉气 这绝对是人族中的一个超级局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034集 该死 我的本源受损了 此时 巨木帝尊与鬼虫帝尊平静了下来 一个个恼羞成怒 心里发恨 因为 他们为了稳住位子 强行抵抗混沌潮汐 伤了本源 令两个人遭到了重创 万允帝尊与九月帝尊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们的目光冰冷地盯着秦辰 小子 现在投降 还来得及 万允帝尊冷冷地说了 秦辰看了他们一眼 懒洋洋地说道 不要啰嗦 有种就出手好了 拿出你们的杀手锏 小爷我奉陪啊 秦辰冷笑 可恶 小子 既然你一息寻死 那本座就早点成全你 万允帝尊冷哼了一声 话语一落 当郎的一声 铃声响起 他已经寄出了一件宝物 万允帝尊的宝物一寄出来 浮现在他的头顶上 天地间瞬间闪动出了无尽的星光 这是一个满是星光的剧钟 整个剧钟 星光滔天 在星光中浮现出了无数的星辰 这一颗颗星辰绽放浩瀚光芒 在这方天地演化成了宇宙星空 密密麻麻的星辰悬浮天地 交织成了密密麻麻的星辰之王 万兴中 一见这个剧钟 万族尊者中 很多人都是脸色大变 一位帝尊抽了一口冷气说道 这是星神宫的万兴中 星神宫的顶级尊切 这曾经是星神宫公主 年轻时候凝炼无数星辰 才凝聚而成的尊者宝切 蕴含上万颗星辰 能够镇压万古天地 曾经镇压过一个得罪了星神宫的大族 那可是上亿的圣灵 直接就被镇杀了 有其他族的强者 知道这剧钟的来历 不由到毛骨送来 万兴中 此乃是星神宫公主 年轻时候用过的尊者宝切 听说 也是星神宫公主 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兵器之一 在星神宫的诸多尊者器中 都有偌大的名头 特别是在万族战场这里 亦有惊人的威名 传述 星神宫主曾经 以此灵斩杀过无数的强敌 并且将强敌的残魂 收入到万神中中激烈 若是一般的尊者器 被吞噬这么多的万族强者生灵 早就怨气冲天 鬼气森森 沦为邪气了 但是这万星中 乃是宇宙中的 智阳星辰宁列 才能让他保持着 依旧星眼滚滚 此物曾经在宇宙中 蕴含着顶级的威名 后来 星神宫主 突破天尊境界 便被星神宫主 放置到了 星神宫的宝库之中 在此之前 很多人都知道 万蕴帝尊肯定是有着顶级尊者器的 没想到 竟然是带来了 他们星神宫 名气极其恐怖的万星中 翁的一声 时空波动 在这一刻 九月帝尊也不再保留 祭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一件宝物浮现 九月帝尊的宝物 乃是一个巨物 这巨中的外体通体乌黑 宛如是乌金所著一样 一看便知道巨骨沉重无比 巨骨之上 没有太多的花纹雕饰 上面只有一个图案 那是一座山 一座雄浑壮阔的山 这座山云所雾料 虽然这座山 乃是寥寥几笔 雕刻于这巨骨骨皮之上的 但是 却是让人能够感受到它的巨大 似乎 这么一座山可以镇压九界一样 这 这是浩天骨啊 大禹深山这手笔也太大了吧 竟然将浩天骨交给了九月帝尊了 看到这个巨骨 不少人眼睛是瞪得大大的 吃惊又羡慕 这是传说中大禹深山 山主所得到的那些 逆天无敌的宝物吗 没有见过浩天骨的人 不由地睁大了眼睛 看着这巨骨 正是啊 传说大禹深山山主在此骨上受益匪浅 虽然不能说是因为此骨让他成为大禹深山山主的吧 但是 传闻此骨的价值不比天尊宝气差呀 有一位大人物看到此骨说道 很多人也猜测 九月帝尊身上肯定也有一件顶级的尊者计 但是没想到九月帝尊身上的竟然是浩天骨 即便是冤魂帝尊等巅峰帝尊 见到了这两件宝物 亦是目光凝重 当年大禹深山山主在幽明星河中得到的一件逆天无上宝物 这件事情后世金金乐道 后来众人才知道 这件宝物便是这浩天骨 有传闻说 大禹深山山主曾经在这浩天骨上花费不少的信息 有小道消息传出 因为大禹深山山主认为 这浩天骨不只是一件兵器那么简单 不过 这只是小道消息 外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浩天骨 并不知道 还有着怎么样的玄妙 大禹深山一直以来都对浩天骨十分的宝贝 但是 这一世大禹深山山主却是将他赐予九月帝尊 大禹深山显然是希望九月帝尊能在这万象神藏之中守护住他大禹深山的弟子 更希望他能像大禹深山山主年轻时候那样参悟浩天骨的一些玄妙 在大禹深山看来 只有九月帝尊能完全驾驭浩天骨的时候 他才有资格成就天寸 成为大禹深山未来的下一人山主 九月帝尊也口望自己能像祖先大禹山主一样驾驭浩天骨 如果他能够像祖先大禹山主那样驾驭浩天骨 他就有资格与宇宙万族中的顶级传承者争锋 成就这个纪元宇宇宇宙中最巅峰的强者 浩天骨 看着九月帝尊这一件宝物 秦晨眯了一下眼睛 不由地露出了笑容 舔了一下嘴唇 因为此骨他还真听说过 那是在补天宫传承中曾经记录过的一件宝物 这令得秦晨的眼皮不由地跳动了一下 双眼眯了起来 看着沉浮于九月帝尊头顶上的浩天骨 摩利最了解秦晨了 他一看秦晨这样的神态 立即就有一种预感 知道有人要倒大霉了 此时在场无数人都屏住了呼吸 看着虚空之上的一幕 秦晨他们三人对峙 可怕的气势滚滚如浪 让人都不由地心惊柔跳 特别是九月帝尊的浩天骨 与万蕴帝尊的万星中 散发出那种镇压世间一切的气息 更是让人双腿不由地打哆嗦 浩天骨是逆天无上宝物 万星中同样是星神宫顶级尊者宝气 虽然吞噬无穷的生灵 蕴含惊人的怨气 但是宝气威势却是大道堂皇 在无上尊者宝气的神威之下 很多万族尊者中 修为一般的强者都不由地双腿发软 不记得人更是心神摇曳震颤 为之颤抖 你们有什么宝物尽管拿出来吧 否则以后再也没机会了 此时的九月帝尊胜券在握 冷冷地说了 这个时候九月帝尊与万蕴帝尊信心十足 他们嫌两件无敌之兵而来 绝对能够将秦晨轰成炸 在这两件无敌之兵下 就算秦晨拥有什么顶级宝气 也一样无法占丝毫便宜 此时在外人看来 此时的秦晨实力在九月帝尊万星中之上 但是如果没有地气 那绝对会被浩天谷和万星中给镇压 绝对会被两件无敌之兵给轰成渣子 哼 宝物 秦晨慢悠悠地看了他们一眼 说道 对付你们用得着宝物吗 我赤手空拳就够了 说着 摊开了双手 这也太狂了吧 秦晨这话一出 引来了周围一阵华人 秦晨的嚣张狂妄大家见识 但是赤手空拳 接着两件无敌之兵 那也太狂了吧 莫说是秦晨 就算是冤魔族的冤魂帝尊 只怕也不敢说 敢赤手空拳的 同时接下两件无敌之兵 不知死活的东西 杀 万云帝尊冰冷一笑 大喝一声 瞬间所有尊者气 灌入到了万星中之中 万星中瞬间星光滔天 随着一声刺耳无比的轰鸣之声 一颗巨大无比的星辰 从星中之中击射了出来 这颗赤岩星辰无比的巨大 巨岩滔天 让人看了毛骨送来 当这颗赤岩星辰一哄出来 瞬间掀起了无尽的火焰气息 似乎将整片的虚空 都化作了火焰海洋 万星中一旦是爆发 远处地面上 摊作了无数的尊者 莫说是一般的尊者 就算是普通的帝尊 此时此刻也都站不起来了 不少人瘫坐在地上 就算是金乌族的帝尊们 也都战战兢兢 赤岩星辰虽然轰向了秦晨 却好像是悬浮在所有人的头顶上 他们以帝尊之威都抵挡不住 赤岩星辰的光芒 好像是刺穿了所有人的灵魂一样 让人的内心深处产生恐怖 万星中如此恐怖的神威 真的吓怕了很多尊者 同样的帝尊 如果手中没有顶级尊者气的话 遇到万星中的攻击 只能够被镇杀的命 在这样的威视之下 根本就不是对手 红龙的一声巨响 在万星中催动的时候 九月帝尊也不落于人后 他的血气如海 催动着浩天国 东的一声 一声鼓响 诸神神魂 随着九月帝尊一声立鹤 浩天谷与万星中同时轰杀而出 东的一声 两件无敌之兵瞬间斩杀向了金陈 浩天谷横飞而来 虚空炸裂 像是化作了一座镇压天界的山岳 绽放出浩瀚神威 它横飞而来 无人能够抵挡 有着欲神杀神 欲魔涂魔的气势 两件无敌之兵瞬间轰杀而至 莫说是其他人 就是在场的很多帝尊都被吓得魂飞魄色 甚至忍不住闭上了眼睛 在这么两件无敌之兵的轰杀之下 莫说是秦晨了 就算是再逆天的帝尊也会被轰杀的灰飞烟灭 在这两件无敌之兵轰杀而至的瞬间 秦晨动 虚空震颤了一下 在这刹那间 秦晨体内滚滚的混沌气息涌动 混沌清廉绽放出可怕的青涩混沌之力 结合秦晨体内的浩瀚真龙之气 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冲了上去 迎接向横飞而来的浩天国 秦晨身形中涌现出来的真龙虚影 突然迎接上了轰杀而来的浩天国 无数人看到了这一幕不由的惊呼了一声 面对这等尊者宝气 别人退避三舍都来不及 更别谈是迎战上去了 但是秦晨却是直接的迎上了浩天国 而且真龙虚影探出了巨大龙胀 以不可思议的角度伸了出去 揭晓轰杀而来的浩天国 看到了这一幕 所有人都看傻了 所有人都可以想象 在这浩天国之下 秦晨所化的真龙之气 所被轰杀的瞬间粉碎 并且他的本体也会随之被轰得血肉横飞 甚至血肉都会被浩天国给轰烂 但是这一刻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那真龙虚影 力抓困住了浩天国 秦晨所化的真龙之气 轻刻间瞬间暴凌 崩密 但是秦晨所化的真龙之气中的 那股青色的混沌力量 竟然是丝毫不受影响 化作了青色混沌手掌 在虚空之中牢牢地射拿住了浩天国 什么 在这刹那之间 九月帝尊脸色大变 回之骇人 他的浩天谷竟然是被禁锢住 轰隆的一声巨响 虚空崩碎 赤炎星辰瞬间轰杀而至 可怕的星辰气息虽然是味道 但是浩瀚的神威却是已经席卷而来 让人毫无反抗之力 万星中轰杀而至 卷起了滔天的星光 斜着无敌尊者的神威 在这瞬间 就算是帝尊强者 只怕也只能是坐以待毙 根本是抵挡不住万星中如此无敌的一击 但是 秦晨根本没有多看赤炎星辰一眼 在他顺手一带之间 浩天谷一下子改变了方向 竟然是瞬间撞向了赤炎星辰 在浩天谷脱手的一瞬间 秦晨体内的混沌之气涌动 涌入到浩天谷之中 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整个浩天谷明亮起来 这一刻 浩天谷不见了 在无尽的虚空之中 出现了一座磅礴大山 宛如是天界众山之首 在这无穷无尽的混沌虚空之中 就是这么一座山 镇守着万云 璀璨一席之下 浩天谷爆发出了最无敌的一击 就像是天尊亲自祭出浩天谷一样 轰隆的一声 一声巨响之下 在电光火石之间 九月帝尊失去了对浩天谷的控制 而浩天谷以最无敌的一击 撞向了赤炎星辰 这一击 天地失色 莫说是附近的虚空中所有人 就算是外部混沌气息区域中的所有尊者 都被惊动 都被吓得双腿哆嗦 一声刺耳无比的轰鸣 星光滔天的赤炎星辰 一下子被撞得灰飞烟灭 浩天谷撞在赤炎星辰上 宛如是整个天界爆炸一样 这一声巨响连大族帝尊 都被震得站不住了 两箭无敌之兵硬碰 而且浩天谷爆发了最无敌的 最逆天的一击 毫无疑问 哪怕是万星中轰出着赤炎星辰 也是抵挡不住的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五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992集 如今的人族顶级强者中 逍遥至尊虽然时代并不长久 但是他崛起的一路 对于人族而言绝对是个传奇的过程 从一个小小的圣界 最终成为了顶级的至尊 如今更是人类的掌舵者之一 这样的人物 哪怕是对于在场的尊者们而言 也是一个传奇 甚至 在场无数的其他种族的高手 也是脸色凝肿 这绝对是这片宇宙中最顶级的高手之一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得罪的气 逍遥至尊 秦晨也是你 他听过这个名字太多次了 可以说 当时人族已经到了极其危难的时候 是逍遥至尊的横空出世 才令得人族找到了喘息的机会 并且修复了人族天界 当初在东天界救下自喜的金陵天尊 便是此人的灰墙 今后 若是有机会的话 倒是可以见识一下这人族的照顾 秦晨心中感慨 接下来 不断地有尊者前来 也不断地有尊者离开 秦晨不断地感悟着灵魂狐步 他运转天魂禁术 顿时 这狐步之中的灵魂之力 在秦晨的脑海中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不同的灵魂之力拥有不同的属性 秦晨的天魂禁术极其强大 能够分解天底下绝大多数的灵魂力 但是 这灵魂湖泊中的灵魂之力 天魂禁术却是无法分解 虽然无法分解 但是 简单的分析 还是没问题 而随着秦晨的感悟 秦晨愈发地发现这灵魂湖泊的可怕 当秦晨的天魂禁术结合法则神炼 完全渗入这灵魂湖泊的时候 秦晨惊慨 这灵魂湖泊中的每一滴水 所蕴含的灵魂之力都强大得无可比 甚至让秦晨惊害过 而这灵魂湖泊之所以无法被射去 正是因为这灵魂湖泊所蕴含的灵魂力量 太过强大 甚至强大到尊者都无法轻易射拿的地步 这怎么可能呢 须知 秦晨身为人尊强者 在场甚至还有地尊强者 都是宇宙中最顶级的高手 可秦晨他们的灵魂力量 竟然是连着灵魂湖泊中的一滴水都别不上 这灵魂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难怪我等根本无法射去 这灵魂湖泊看似不通 实则每一滴水都蕴含着质量其重 并且这其中还蕴含着惊人的混沌 太过的出世气息 蕴含惊人的法子 不是不能够带走 而是我们根本就射拿不起来 就好比秦晨他们射拿就像是伸手去抓东西 可这灵魂湖泊中的每一滴水 都好像是一颗中子星那么重 自然不可能轻易地拿得起来 不对 秦晨眼眸之中闪烁着惊魂 就算是有我现在的实力无法射了 但是天魂禁术和万界魔术也未必不能吸收 秦晨的天魂禁术极其的神奇 能够吸收外界的灵魂之 不管是多强的灵魂力量都能被吸收一波 其次 万界魔术也能吸收灵魂之 甚至灵魂之力对万界魔术有着巨大的滋养 说不定天魂禁术和万界魔术 被吸收这灵魂湖泊中的力 想到就做 秦晨利用身上的真龙之气遮蔽着 同时悄然地运转天魂禁术和万界魔术之力 开始缓缓地尝试着吸收这灵魂湖泊的力量 就算我无法将这灵魂力量摄入到乾坤造坏语这种 但是利用天魂禁术和万界魔术吸收一波 总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是当秦晨利用天魂禁术和万界魔术 试图吸收这灵魂湖泊中的灵魂之力的时候 能力尝 这灵魂湖泊中一股神秘的力量涌动着 竟然是阻止了秦晨的天魂禁术和万界魔术的吸收 这不可能啊 秦晨眼神中有着惊讶 灵魂是一种特殊的东西 位于脑海中的时候是个活物 比如有人试图吸收或者毒舍秦晨的灵魂 秦晨自然可以催动灵魂之力进行抵抗 可是眼前这灵魂湖泊按照道理而言 应该是一种死物才能 是这片虚空经历了无数年才形成的特殊灵魂池 可现在呢 这灵魂湖泊却在阻止秦晨天魂禁术和万界魔术的吸收和吞噬 这让秦晨震惯了 难道说 秦晨的眼神木然的瞪然 这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这灵魂湖泊拥有意识 因此还能抵挡秦晨的吸收 这灵魂湖泊竟然是个活物吗 这个秦晨吓得一个哆嗦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活物 他怎么也想象不到 这灵魂湖泊竟然是一个活物 顷刻见 秦晨头皮发麻 毛骨悚然 有一种转身就要跑的冲动 如果这灵魂湖泊是个活物 那就代表着灵魂湖泊是某一个强者的灵魂所在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存在究竟有多可怕呀 天尊 至尊 还是更强啊 秦晨完全不敢想象 毕竟这灵魂湖泊中的每一滴水 都堪比他的灵魂强度 如此质大的湖泊 哪又是何等强者才能拥有的呀 一旦对方想要发麻 甚至吞噬他们 岂不是一个念头就能做到吗 当秦晨强忍着惊恐 转身就要逃跑的时候 秦晨却是猛然地清醒过来 停下了脚步 不对 如果这灵魂湖泊是活物 能够轻易地吞噬他们的话 早就动手了 岂会等到现在呀 毕竟 之前离开这里的强者也是数不胜数 并且之前 在这湖泊之中也打捞上来了不少的水草香 这又是这么一回事 秦晨强忍着惊惧 他皱着眉头 知道自己一定是漏掉了某些东西 究竟是什么呢 秦晨眉头紧皱 苦苦地思索 秦晨的法则神炼 渗入到了灵魂湖泊之中 就发现 这灵魂湖泊在吸收自己的法则神炼上的气息 似乎不同的法则气息能够吸引到不同的东西 这倒是有点像是幽冥星河了 垂掉的过程中 是否能出现宝物 一切都是随机的 看的是自己的气息能否吸引到这幽冥星河地步的宝物 可是那灵魂湖泊深处的气息明明对自己的真龙之气有着极大的吸引 一直吸引着自己 可那吸引自己的特殊之力却一直没有回应 难不成这灵魂湖泊中的力量对我的真龙之气有强大的吸引力 可是我体内的真龙之气却对其没有丝毫的吸引之力 秦晨的目光一闪 这还真有这个可能 否则的话 自己的真龙法则所凝聚而成的法则神炼 已经是深入这个灵魂湖泊之中许久 为什么这灵魂湖泊中始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难道要转换法则之力吗 秦晨目光一闪 他运转体内其他的法则之力 顿时秦晨手中的法则神炼绽放神光 一股代表了其他法则力量 缓缓沿着法则神炼进入到了灵魂湖泊之中 哗啦 秦晨立刻感觉到在这湖泊的深处 水草涌动 自己的法则神炼似乎是触碰到了一个水草箱子 只要自己愿意就能随时将这水草箱子给提起来 不是那吸引我的真龙之气的宝物 秦晨眉头一皱 虽然他现在可以直接拎起一个水草箱子 但是这并不是他所需要的 水草箱子之中的宝物根本无法预测 谁知道会有什么鬼 甚至一块废石一块破铜烂铁都有可能 秦晨现在根本就不缺宝物 唯有吸引他体内真龙之气的力量是他此行的目标 秦晨并未提起法则神炼 而是不断地运转法则神炼的力量 依旧无法感知到那股吸引自己的特殊存在 这样下去不行啊 秦晨眉头一皱 这灵魂湖泊中的东西对真龙之威有吸引力 那么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和真龙族有关系的呢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灵魂湖泊中找到那特殊的存在 对了 木然间 秦晨眼睛亮了起来 他终于是想到了一个和真龙族有关的存在 小龙 从幽冥星河中垂吊起来 然后被自己奴役的幽冥巨钱红龙 小龙是幽冥星河中的产物 虽然只是小龙家 但是却是真真切切的龙族 一旦蜕变 便会化身蛟龙 这里所谓的蛟龙并非是妖族中的亚伦 而是真正的龙族 红林蛟龙 真龙族中的义种 甚至真要对比起来 小龙才是真正的真龙族 而秦晨其实只是一个冒牌户而已 或许让小龙进入到灵魂湖泊中 有可能能找到那特殊的存在 这并非是没可能 小龙可是能在幽冥星河中生存 幽冥星河连天尊都无法动 进入其中要陨落 而这灵魂湖泊虽强 但是小龙也未必无法抵挡 如果小龙能够进入这灵魂湖泊之中 说不定能找到这灵魂湖泊中的存在 一瞬间 秦晨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这绝对是个艰难的抉择 因为小龙虽然在灵魂湖泊中 有一定存活的可能性 但是也有可能直接泯灭 这是秦晨无法接受的 搜底下 秦晨的意识 直接进入到了乾坤造化雨堤之中 来到了那幽冥星河湖泊之间 然后 秦晨朝着湖泊中 发出了一道神念 顿时 一只浑身绽放赤色霞光的龙虾爬了出来 正是幽冥巨前红龙 小龙 你能感知到外界的灵魂湖泊吗 秦晨放开乾坤造化雨堤的一丝气息 让小龙在乾坤造化雨堤中 能够感知到灵魂湖泊的存在 看到那湖泊 小龙身上顿时流露出了一种十分兴奋的神气 不断地爬动着 有着意中要冲入其中的冲动 秦晨目光逆闪 不然 小龙不但能感受到这灵魂湖泊的气息 同样的 也能感受到这湖泊中强烈的吸引力 小龙也是真龙族 自然能够感知到秦晨感知到的东西 小龙 这灵魂湖泊中 有能让真龙族蜕变的力量 我想你也感觉到了 但是现在那件东西一直隐藏在灵魂湖泊之中 我自己和灵魂之力都无法进入其中找寻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进入这灵魂湖泊 替我去寻找一下 秦晨将这灵魂湖泊的可怕说了说了 一旦你进入其中 会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会被那灵魂湖泊给瞬间泯灭 第二种 如果你能挡住灵魂湖泊的清洗 一定能够找到那吸引我们存在的特殊存在 你只需要将我的法则神练带到那里 然后你就可以出来了 剩下的 不管遇到什么危机 交给我便可 秦晨凝重地看着小龙 如果你愿意 我就把你放进去 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 我也不会强迫你 不过 这很有可能 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造化 秦晨没有强迫小龙 而是征询他的意见 虽然他可以命令小龙 但是这种事情 显然也需要小龙自己愿意才行 小龙犹豫了一下 显然听懂了秦晨的话 他盯着那灵魂湖泊 犹豫了许久之后 终于 小眼睛绽放出了道道坚决的光芒 然后点了点头 显然 他愿意进入这灵魂湖泊之中 因为他感知到了 这将是他的一个机遇 一个改变命运的机遇 好 秦晨深吸了一口气 小龙既然愿意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既然你愿意 那么 只要你从那里出来 不管结果如何 你都将是我秦晨的伙伴 秦晨郑重地说道 然后 他手一抬 顿时一颗果实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是另外一颗混沌果实 秦晨之前一共得到了两颗混沌果实 一颗被他自己给吞服 感悟到了混沌之力和演化起源之术 另外一颗却还没用 而这只剩下的一颗混沌果实 秦晨自然十分地珍惜 小龙 这灵活湖泊中 蕴含着惊人的混沌气息 你虽然在幽冥星河中可以生存 但是也未必能够扛得住 如此可怕的混沌之气 你先将这混沌果实服用下去吧 秦晨对着小龙道 老大 你把这混沌果实给这小龙虾吃 也太浪费了吧 小乙和小伙 盘旋在了秦晨的身边 难以置信地说了 这可是他们都没有的待遇 别说是他们了 如果有人看到秦晨的所作所为 一定会疯掉的 混沌果实 那可是尊者们都无比觊觎的宝物 为了一名混沌果实 帝尊高手都会大打出手 可现在 秦晨竟然将他最后一枚混沌果实 给了一只小龙虾吃 这简直太没天理了吧 就算是拿到黑市拍卖场上 一枚混沌果实的价格 也绝对不会比这小龙的 这种幽冥星河中的 一种生物来得低 现在倒好 秦晨直接让小龙吞下了混沌果实 简直是乌龟嚼大麦 糟蹋呀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肖天意 第1936级 最可怕的便是 灵灭之力 这才成为宇宙万族中排名前百的种族 此物虽然只能提升我等一城的力量 但一城的寂灭之力也足以让我在族中异军突起 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在一个包厢中 一个浑身笼罩在猙獰铠铠铠甲之下 布满了尖刺的帝尊高手 目光冰冷地盯着前方台上的户外 眼神冰冷 另外一个包厢中 煞然帝尊盯着眼前的手腕 饶有幸运的 我此行只是为了黑市最后拍卖的包裹 想不到竟然还能见到此等神器之物 提升一城的精士力量 若是能提升我一城傻人之气 倒也算是宝贝了 他淡淡地说着 一边输入自己的价格 价格一路疯涨 秦晨本来以为自己两百条神光鱼的价格足够镇压一切 却是没想到 镜家的热度丝毫不见 各种宝物也都出现了 特别是一些类似万出混沌国 天万允精等宝物 这些宝物的确非同一般 价值惊人 但是对很多的帝尊高手而言 却是未必能让他们足够的褪别 提升战斗力的功效 但这虚甚乎万不同 能够直接提升他们的战斗力 足以让很多人耗费大代价去争抢 秦晨眉头皱了起来 他知道如果继续下去 他怕是要拿出一些特殊的宝物 才能弄回这虚甚乎万 十亿功勋值 一条十斤重的神光鱼鱼王 一只五十斤重的三色后甲大螃蟹 当这个报价出现的时候 拍卖场再次沉没了袭来 半场都没有新的报价出来 这神光鱼鱼王居然又出现了 十斤重的神光鱼 在黑市之中绝对算得上是鱼王了 价值非凡 本身就能拿出来拍卖 谁知道竟然还出现了一只 五十斤重的三色后甲大螃蟹 我没看错吧 上面的价格真的是三色后甲大螃蟹 这可是幽明星河中的霸主啊 文文曾经有一尊尊者 在百慕大三角 曾经钓到过一只三色后甲大螃蟹 结果钓上来的时候没做好准备 直接被大螃蟹夹断了身子 当场殞命 只留下了一条空荡荡的星船 飘了回来 听说这三色后甲大螃蟹的三色后甲 分别代表了阴阳和死亡 坚硬无比 五十斤重的大螃蟹 其甲无比坚韧 简单的炼制后 就能制成顶级的铠甲呀 当秦晨报价出这样的东西之后 很多包厢都是一片寂寂 这可是幽明星河中的义种 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听说而已 从来没亲眼见过 甚至有人怀疑这玩意儿是不是黑市中自己拿出来的 但是想到那虚神户万本身便是黑市的东西 对方想要拖价格 拿出来任何一样就行了 他拖得这么高 不是把其他竞价者给吓走吗 可除了黑市 又有哪个变态能拥有两样幽明星河中的义种 难道他常年垂掉的几万年都不曾离开吗 如果有人知道秦晨在幽明星河中只掉了一年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发疯 看到了厂商自己的报价迅速的安静了下来 秦晨不由地微微松了口气 最害怕的就是自己出了这个价格 还有很多人疯狂竞争 那他就无欲了 在乾坤造化雨碟中的幽明星河义种中 神光鱼王和三色后甲大螃蟹算是他最不需要的 神光鱼鱼王炼化后可提升体内力量 可秦晨现在要的是突破尊者境界 而不是持续提升体内力量不突破尊者 他炼化再多神光鱼也没用 至于三色后甲大螃蟹 它的功效是炼体 除此之外 外壳可以用来制作盾牌和防护铠甲 炼体方面 秦晨已经有了六道轮回剑体和寂灭经碑 铠甲方面 秦晨已经有了浩天神价 所以秦晨才出了这两个宝物 事实上 秦晨更想拿出来的还是天红锦里 但是天红锦里被黑金重组的人见到过太多 知晓的人也太多了 一旦拿出来 就等于直接爆出了自己的身份 所以秦晨并没拿出来 女子一样不敢相信地看着报价的大屏幕 这次拍卖每一样东西都是逆天无比 说震惊一切也不为过 可她没想到 拿出来的东西也都是这样的变态 甚至比她之前拿出来的一些拍卖品都要恐怖了 一些特意花了功勋值来开眼界的人大敢不虚自行 甚至现在还没有看见三色后甲大螃蟹和神光渔王 可是人家既然爆出来了 就说明三色后甲大螃蟹在这个拍卖场上之后交易就可以看见了 如果是别的宝物 这两样一种一出现就可以直接秒杀了 可是虚胜户万还是有人不舍得放弃的 现场先是沉默了一会儿 但是随即又有了新的包夹出来 十八亿公斤 两条尊者剩满外加一颗五行稻果 这立刻又引发了一阵红度 五行稻果同样是好东西 秦晨却是没有加价 他不认为这个价格比他报得高 除非拿出虚胜户万的人更想要五行稻果 但是拿出此物的是黑市 他不相信黑市会缺少这样的东西 反而这些天在黑市的经历 让秦晨隐约地感觉到 黑市之所以把神光鱼弄成是通用货物 极有可能是黑市特别需要幽明星河中的鱼类 拍卖会现场显然也认为这个价格比秦晨的价格高 所以现场也都很安静 二十亿功勋值 两条尊者圣脉 一条三米长的深海幽明电脉 价格再一次地出现 拍卖会场上彻底地哗然了起来 这显然又是幽明星河中的一种 绝对不比三色后甲大螃蟹弱太多 看到了这个报价 秦晨心里也是一枕 他知道这个报价不说肯定比自己的报价有竞争力吧 却是又足够威胁到他的能力了 香香也是 幽明星河中的一种并非只有他能掉到 只不过出现的概率很少而已 但是这些年来 定然是有人能够掉上来的 如果想要稳定下来 他必须再度出下 这虚肾护腕他不想放弃 毕竟是和浩天神甲一套的 如果他没遇见还好 可是他遇见了就绝不能放弃 谁也不知道虚肾护腕 和浩天神甲融合的功效 但是秦晨知道 这绝对不简单 十二亿功勋纸 一条十斤重的神光鱼王 一只五十斤重的三四后甲大螃蟹 以及一瓶十枚月寒 不同五星属性的天道神丹 秦晨再一次地爆出了价格 这一次 他加了两亿功勋纸 外加十枚天道神丹 这天道神丹他之前已经爆过了 大家都有心里准备 这次又多加了五枚 是为了增加分量 至于幽明星和异种 在虚肾护腕的拍卖上 是不想再多加了 一次拿出两种异种已经够变态的 若是一次性拿出了三种 那就太夸张了 必然会被盯上 而且啊 这个价格 也理应远超出之前那人 轰隆的一声 巨大的嘈杂声响了起来 就算是拍卖会场都是禁止 这些喧哗的嘈杂声 也是无法阻止 很多人甚至都没有掩饰住自己的气息 之前五枚天道神丹 他们之前也有了准备了 可现在居然又加到了十枚 这家伙身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天道神丹呢 天道神丹 虽然比不上那些万出混沌国 五行道国等宝物 但是架不住数量多 足足十枚 对很多势力而言 这绝对是极其珍惜的宝物 嘈杂过后 拍卖会的大屏上 再也没有新的报价出来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没有一个人能报出 比这个价格更高的 黑市的人只要不是傻瓜 就肯定会选择这个渔王的报价 看到没有人报价之后 那红衣女子微笑地对着在场的所有人说道 诸位稍等 等候最后的选择 厂上的气氛顿时显得有些紧张 秦辰的内心有些紧张 他虽然知道自己的报价很有优势 但是却是不敢肯定 万一呢 仅仅片刻之后 就看到了 红衣女子微笑地点了一点头 然后对着在场诸多包厢笑着他 我们已经做出决定 恭喜那位出价神光鱼的朋友 这件失于圣护腕是你的了 还请现在进行交接 乎的一声 包厢中 秦辰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拍卖道 他立刻转出了千尹族的黑石令牌 以及瓦裂族的功勋令 先将功勋输入进去 然后又从乾坤造化雨碟中 拿出了神光鱼王和三色后甲大螃蟹 以及天道神丹传送到了前方 当神光鱼王和三色后甲大螃蟹 出现在看台上的时候 各个包厢中都传出了一片惊叹之声 红衣女子简单地验货之后 便将虚慎护腕传送了出去 看到虚慎护腕消失 不少包厢中的人都叹歇了一声 那寄灭族的高手目光冰冷 确实也无可奈何 虚慎护腕虽然珍贵 但是他也不可能 拿着一些他用得上的质宝去兑换 至于其他的宝物 根本比拼不过那神光鱼王的物 包厢中 秦晨一拿到了虚慎护腕 体内的浩天神甲 便是散发出了一股强烈的吸引之力 哗了一声 就看到这虚慎护腕上面迅速地发着光 瞬间就要融入到秦晨的身体中 想要与浩天神甲融合在了一起 不过秦晨并没有让这护腕融合成功 而是目光一闪 直接将这虚慎护腕扔到了乾坤造化雨碟里 开始用融合火焰进行煮烧 这虚慎护腕来自黑市 谁知道其中有没有禁止 秦晨自然不敢贸然吸收 滚滚的火焰燃烧 带着可怕的气势 不断地吞吐着虚慎护腕 并没发现有什么禁止 但是秦晨没有停止灼烧 甚至利用乾坤造化雨碟中的世界之力 再次去仔细感知了一下这护腕 依旧是没发现丝毫的禁止痕迹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秦晨突然心思一动 将这虚慎护腕扔到了乾坤造化雨碟中的 幽冥湖泊之中 和幽冥湖泊之中充斥的幽冥星河水 而幽冥星河水能腐蚀任何东西 连天尊都不可度 即便是黑市中的高手 也无法炼化这幽冥星河水 秦晨这才将虚慎护腕再次拿了出来 然后用天净水洗干净 虽然不知道这护腕上到底有没有禁止 但是秦晨相信 即便是上面有禁止 经过幽冥星河水的浸泡之后 估计也完全消除了 思误的一下 秦晨一拿出来护腕 浩天神甲便是散发出了一股强烈的吸 吓一个 这虚慎护腕已经出现在了秦晨的右手之上 并且 秦晨冥冥中感觉到 其中和浩天神甲已经完整地结合在了一起 根本不需要他刻意地去炼腕 娘者果然是一对 秦晨的目光一闪 想不到在这里找到了浩天神甲的护腕 不过只是个护腕而已 相信这浩天神甲还有更多的部件 秦晨的神识融入到了这虚慎护腕之中 整个人心神已经是完全被这虚慎护腕给吸引了过去 其中精妙的结构让秦晨感到了振振的惊叹 而在秦晨仔细地研究这虚慎护腕的时候 拍卖场上下一件拍卖物也已经开始拍卖了 我们接下来拍的一件宝物是一颗帝尊大环丹 红衣女子拿出了一个玉瓶 瞬间引发了包厢中无数舞者们的疯狂 帝尊大环丹竟然是这种宝物 这黑市拍卖会竟然连这样的宝物都拿出来了 疯了 我怕是要疯了 各个包厢中都传递出了惊人的轰动 帝尊大环丹 其实就是传说中的能够以死人要白骨的大环丹 而帝尊的名字只是代表了他的功效 传闻 这种丹药只要是舞者没有当场死亡 怕是只有一口气 或者是只有一道残魂在 都能够从鬼门关中将其给拉回来 而所谓的帝尊大环丹 这代表的哪怕是帝尊高手在生死关头 也能利用这大环丹治疗自己 这是何等的可怕 整个宇宙中 谁不想能够有这么大一枚大环丹 这简直是等于是有了第二条生命 无论遇到什么危险 只要是在关键时刻 能够拿出来帝尊大环丹 都能够在极端的视线里治愈自己 只是众人不明白的是 这样的宝物 黑市为什么愿意拿出来拍卖呢 难道其中有什么隐情吗 听到红衣女子丹丹呢 诸位安静 此物是由他人寄存在我黑市之中拍卖 我黑市进行分析和研究 验证此丹的确是帝尊大环丹 但是却是残破的帝尊大环丹 因为摆放时间太长 已经流失部分功效 只有正常的帝尊大环丹五成左右效果 所以还请诸位想要拍卖的朋友注意了 红衣女子此刻话音落下 众人纷纷恍然 也都放下了心来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五神主采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忆 第1993集 老大 这也太白家了 有什么好用意 我和姚伙也能干 小蚁看着小龙捧着混沌果实 不由得羡慕说 混沌果实啊 一定很美味吧 行了 这混沌果实 以后如果再有 我肯定给你们也吃 不过现在小龙是要去执行任务 必须吃混沌果实 秦辰苦笑着说道 这群吃货 看着吃的东西都不淡定 秦辰很清楚 想要进入那灵魂湖泊 小龙必须要吞付混沌果实 激发潜能和得到混沌之力的庇护 否则 他不可能进入到那个地方 小龙也知道这是个好东西 两只大钳子 加着混沌果实 咔嚓咔嚓的就将混沌果实给吃了下去 连瓶都没浪费 看到小蚁和小伙口水直流 嗡的一声 当小龙吞下了混沌果实之后 他身上的混沌之气瞬间爆增了好几倍 身体中的真龙秩序神炼浮现而出 瞬间交织在了一起 宛如是交织成仙章一样 眨眼之间 小龙所有的秩序神炼交织成了一个混沌之盾 他的身上覆盖上了一股混沌的气息 如同是化作了一头混沌生物一般 吞服了混沌果实之后 秦辰还有些不放心 他对着万界魔术一招手 顿时万界魔术上的一根嫩汁飘落了过来 瞬间落入到了秦辰的手中 小龙 这是万界魔术的嫩汁 万界魔术能够推示一切灵魂之力 你将这一颗万界魔术的嫩汁也吃下去 能够庇护你遭到灵魂力量的入侵 起码也能让你坚持片刻 小龙点头 将这根万界魔术的嫩汁也吃进了体内 小龙 你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 只管说 秦辰诱的 小龙转过身 对着幽冥星河的湖泊 深吸了一口气 顿时 一股如同是水龙般的幽冥星河之水 瞬间被小龙吸进了身体中 然后 小龙对着秦辰点头 表示自己准备好了 好 灵魂湖不变 秦辰原本紧闭的双眼目然地睁开 然后 他坐在了湖边 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小龙拿了出来 小龙一拿出来 顿时他身上如同是跳跃着的滚滚的赤色火焰一般 那是什么 幽冥 巨前 红龙已出现在秦辰的手中 那股气息瞬间引起了周围其他尊者的注意 看到小龙之后 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 这一只小龙虾 这好像是幽冥星河中的一种啊 你们感受到没 这小龙虾身上有幽冥星河的气息 你是说黑市中的幽冥星河呀 诶 还的确是 这小龙虾的身上的气息和幽冥星河中的神光鱼很类似 不会真的是从幽冥星河中掉起来的吧 很多人都傻眼 有些难以置信 不知道秦辰拿出来一只小龙虾做什么 而且幽冥星河中居然还有小龙虾 万族战场的人都知道 幽冥星河中最多的是神光鱼 当然也有别的物种 但是千百万年来 从来没听说过 有人在幽冥星河中掉起来过小龙虾 现在秦辰拿出来小龙 就算是再不懂行的人 都知道这只小龙虾极为的逆天不得了 这这这龙族的家伙 不会是想把这幽冥星河中掉起来的小龙虾 在这个灵魂湖泊中放生吗 我说你这不是瞎扯的案吗 破坏生态环境吧 很多人都误语 小龙 全靠你了 秦辰无视周围其他尊者议论和目光 一道道法则神恋从他的身体中弥漫而出 与小龙连在一起 瞬间牢牢地缠住了小龙 与他结合在一起 轰隆的一声 法则神恋发光 简直将小龙衬托得 如同是一尊真神一般 小龙只是带路而已 没有小龙这灵魂湖泊 谁也进不去 即便是他进去 也只是死路一条 但是小龙却是未必不可以 不过啊 想要得到这里面的东西 不是小龙能办到的 还需要秦辰自己 苏的一声 在利用法则神恋 缠绕好小龙之后 秦辰瞬间将小龙放入到了灵魂湖泊的岸边 小龙毫不犹豫地直接爬向了湖中 吴的一声 当小龙进入湖水的一瞬间 小龙身上绽放出了可怕的神眼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小龙在燃烧一般 这家伙疯了吗 这灵魂湖泊即便是巅峰帝尊 也是无法进入的 这小龙虾一进去 怕是直接就会泯灭了吧 凤子 真是个疯子 其他尊者都嘲讽地说道 但是秦辰却是惊喜地发现 小龙并未像其他尊者一样 一进入其中就直接化为灰飞 他身上燃烧着可怕的混沌气息 并未晕落 眨眼之间 小龙消失在了湖水中 秦辰敢支持小龙进入到灵魂湖泊之中 他静静地坐在灵魂湖泊边看着湖水 虽然他的神色平静 但是他凝目而望的神态就知道 他十分的正确 这家伙的表情也太严肃了 他不会真以为这小龙虾能够进入灵魂湖泊吧 要我说 这小龙虾怕是早已经化为虚无了 真是可惜 这么一只小龙虾味道一定极为鲜美 居然就这么浪费了 不少人在边上议论他 却也不敢大声 只是窃窃私语 传入秦辰的耳畔 显然这些家伙 并不认为小龙能够在这灵魂湖泊中存活下来 秦辰眼神凝重 没有理会周围其他人的议论 而是精神力完全集中在了灵魂湖泊之中 在他感知之中 小龙正一点点的潜入到这灵魂湖泊的深处 轰隆了一声 如果此人有人能跟小龙一同进入灵魂湖泊 就能够看到 在这灵魂湖泊之中 一只小龙虾浑身燃烧着赤色的神燕 浑缓地进入到湖泊深处 他的身上 道道神光绽放不已 隐约间 竟然是有真龙的虚影 在他周身环绕着 这灵魂湖泊之中十分的奇特 约含着特殊的金色力量 小龙仅仅是进入到其中 身上的龙气便是得到了惊人的滋药 甚至有一种要化身真龙的错觉 小龙牵引着法则神恋 根据感知 一点点的深入到了灵魂湖泊的深处 不断地靠近那对他带有强烈吸引之力的所在 秦辰的感知附在了小龙的身上 也凝视向了湖泊的神处 渐渐的 小龙来到了湖泊的底部 而那股灵魂压制也是越来越强 小龙身上的秩序神恋 仙章绽放神光 他承受着无比巨大的压力 如果不是混沌果实和万界魔术之力 再加上幽明星河水的强大 光以小龙的肉身进入这里 怕是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 随着小龙来到湖泊的底部 小龙身上的可怕神艳也隐约照亮了这湖泊的底部 让秦辰不由地倒歇了一口凉气 在这湖泊的底部竟然有着密密麻麻的水草箱子 无数的灵魂水草荡漾 如同女人的长发一般 在湖底飘荡着 当小龙靠近这些水草范围的时候 忽然 这些水草像是感知到了由外人入侵一般 迅速的朝着小龙缠绕过来 嗖嗖嗖嗖 一根根水草竟然是要将小龙给束缚在这里 迅速的缠绕上了小龙的身躯 小龙立刻挥舞出大钳子 朝着那些水草迅速捡去 就听得咔嚓声不断响起 一根根灵魂水草被小龙迅速的剪断 可小龙却是不敢在这里停留分毫 迅速的向前 嗖嗖嗖 无数的水草都被惊动了 疯狂暴掠向了小龙 并且在那些水草箱子的下面 一头头的凶物被惊醒了 要么化作白骨手爪 要么化作漆黑幽魂 也又有化作黑暗的凶兽的 朝着小龙迅速的扑击而去 哇 秦晨大惊 如果让这些凶物抓住小龙 那就完了 轰隆的一声 秦晨的身上滚滚的法则之力绽放 他那缠绕着小龙的法则神炼 爆发出了刺目的红光 一种起源的气息绽放了出来 这一刻 秦晨顾不得有丝毫的想法 各种神通齐齐绽放 那法则神炼之上 各种大道气息绽放 有剑道 有火焰之道 有杀戮之道 各种神通绽放 与那凶物缠绕在了一起 阻止他们对小龙的进攻 轰隆的一声 整个灵魂湖泊都被波动了起来 水面荡漾 宛如什么东西 撼动了整片湖泊一般 很多的湖泊上边的尊者们都大惊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这灵魂湖泊突然间波动起来了 接近了 秦晨则是呼吸一致 小龙在他的帮助下不断的深入 已经迅速的靠近了那强烈之力的所在 下一刻 秦晨眼珠子瞪圆了 他的灵魂感知伴随着小龙 已经是看到了那对他带有强烈吸引之力的东西所在 是一颗无比古朴的黑色珠子 这颗黑色珠子正悬浮在了这灵魂湖泊的河底 十分的普通 但是这么一颗黑色珠子悬浮在这么一片灵魂湖泊之中 本来就给人一种强烈的诡异之感 那是什么东西 其他的东西都有水草包裹 形成水草箱 但是这一枚黑色珠子悬浮在这灵魂湖泊的底部 却是并没有任何水草靠近 甚至也没有任何一头凶物敢靠近这里 此物不凡 小龙感知到黑色珠子上面浓郁的吸引之力 嗖的一下子就要抓向那黑色珠子 秦晨的脸色未变 急忙灵魂传引道 小心 轰的一声 从那黑色珠子中陡然爆出了一股可怕的气息 秦晨的脑海中仿佛听到了一道龙吟之声 紧接着一股可怕的冲击席卷而来 隐约间 秦晨仿佛是看到了这黑色珠子之中有一道龙吟一声 那是什么 砰的一声 小龙直接被震飞了出去 并且一股强烈的压迫之力朝着秦晨镇压而来 这黑色珠子里面究竟有什么呀 秦晨心中惊骇的响了 低喝了一声 他将自己的神魂释放到了最大 于是对抗 小龙也吐着泡泡 身上赤色神艳十分刺眼 什么都看不清楚 他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跟着秦晨一起释放神魂 就在秦晨释放神魂的一瞬间 黑色珠子绽放出更为炫目的光芒 那黑色光芒之中满是神秘的符文秘法 笼罩在了秦晨的灵魂之力和小龙的身上 木然的秦晨的神魂 黑色珠子一起突然消失了 秦晨感觉自己的神魂像是穿过了某个屏障 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睁开眼睛 秦晨看到了一只巍峨盘旋的恐怖龙影 悬浮在了天地之间 冷冷的凝视着自己 那是什么 这是一头高达十多米的巨大龙形虚影 浑身遍布着林甲 头上有着两根长脚 龙须飘大 身上的林甲带着混沌紫气 片片闪烁出来可怕的气息 他的龙爪森森 仿佛是能够执掌万界星河 一动之间天地崩塌 万界沉沦 一头真龙 秦晨倒歇了一口凉气 眼前这头真龙虚影 巍峨恐怖 散发着逆天的气息 仿佛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将自己给抹杀掉 秦晨可以肯定 这绝对是一头真龙 甚至是远远领夹在自己之上的真 因为对方身上的气息太恐怖了 只需要一个念头 就能够抹杀自己 前辈时 秦晨心中一沉 急忙地恭敬说道 他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能够感受到这里发生的一切 都是这巨大的真龙所导致的 眼前这真龙身上散发出来的混沌气息 甚至能和混沌之术相提并论 这绝对是一头来自洪荒远古的顶级高手 秦晨如何敢与他对抗 你们两个小家伙 本座本座好好的在休息 你们非要找上来 真以为能带走本座的本命龙珠吗 自虚思路 那洪荒真龙凝视秦晨 冷冷说道 一双同龄般的大眼睛凝视着秦晨 在那眼睛中 秦晨甚至能够看到万古岁月流淌的痕迹 这究竟是个什么存在 秦晨心中惊骇 却是不敢大意 急忙地恭敬行礼道 满杯鲁莽 惊扰了前辈 还请前辈息怒 本命龙珠 难道前辈是真龙祖吗 晚辈也是真龙祖弟子 是因为感知到了前辈对晚辈的心眼 所以才贸然闯入 若有冒犯 还请恕罪 真龙祖 那巨大真龙虚影 凝视着秦晨 身形在混沌之中沉浮着 那气息之可怕 真的宛若是一尊神奇一般 令秦晨反抗的念头都难以诞生 可以说 这真龙虚影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是秦晨见过最可怕的存在之一了 虽然秦晨不知道这真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存在 但是给秦晨的感觉 却是如通天剑阁的剑族 黑暗族的王 冤魔族的魔族等顶级强者一样 绝对是这片宇宙最顶级的存在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肖天忆 第2039集 此刻那混沌玉璧形成了这个混沌世界的本源 彻底的融入到了这方世界中 秦晨收敛心神 此时才有空去检查一下自己这重新形成的混沌世界 那种完全和心神相连的感觉涌上了心头 让他根本就不用神识去扫 就能够知道混沌世界中的任何动静 这一刻 秦晨知道 他的混沌世界是真正的和他融合成为了一体了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除非他生死盗消 否则任何人也无法夺走他的混沌世界 山川河流涌动 日月争辉 万古成形 这些世界中的一草一木 任何的东西显然都是混沌世界自己形成 并且融入了秦晨的一些感悟 这是一幅美妙的人间画图 唯一欠缺的就是一些生灵了 不过秦晨的混沌世界毕竟还比不上宇宙 想要做到自行衍生灵 以秦晨的修为还差得太远 可能需要混沌世界不断的蜕变 或许才有那么一丝的可能 哗啦啦 万界魔术和天道神术在这里欢快地生长 吸收着混沌之力 本来这两大宝物在秦晨的乾坤造化雨碟之中 已经生长到了一个极致 几乎是停止了生长 但是现在 万界魔术和天道神术都传出了兴奋的气息 显然是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看到万界魔术和天道神术 这让秦晨不禁想起了还在混沌玉岛上的混沌之术 如今自己乾坤造化雨碟已经是转化成了混沌世界 不知道能不能收起这混沌之术呢 当然 他也只是一想而已 现在这个时候 可不是想着如何夺跑的时候 而是 轰的一下 秦晨的身上滚动着可怕的混沌气息 许久之后 他睁开了眼睛 并未继续去感悟混沌世界 也没有去看到混沌之术 而是看向了黑暗迷雾中的人影 思思 秦晨牺牲悸动 这道人影沉浮在了迷雾之中 身上滚动着浩瀚的黑暗之气 他的气质极为的酷 虽然看不清面容 却是给人一种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仿佛这并非是一个女人 而是一块寒冰 一块没有感情的寒冰 散发着永结的魔气 像是一个沉睡着的暴虐魔神 他不是思思 秦晨可以肯定 此人绝对不是思思 因为不管怎么变 一个人的气质 绝对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 思思在秦晨的心目中 是特殊的存在 他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眼前之人哪怕看不清面容 哪怕涌动着黑暗的气息 也不可能是死死 可为什么 此人却给他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呢 这种感觉 嵌入灵魂 如此的清晰 仿佛无数个梦回的时候 都曾在身边回答 这是一个自己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人 秦晨一步步地走近 一股股地带着无尽暴虐的黑暗之力 在他的身影上涌动着 这是一个黑暗的规则 确实和正常的黑暗规则又不太一样 黑暗一族的人 金身皱着眉头 回想着自己经历的一切 除了当年的天界试炼之地 天火尊者和万灵魔尊镇压的黑暗族高手 和藏剑深渊 通天剑阁老族 所镇压的黑暗王族的强者之外 秦晨几乎是没见过其他黑暗一族的高手 那么眼前之人又是谁呢 滚滚的黑暗魔器如同是恶魔一般 在此人的身上涌动着 秦晨一步一步地靠近 他的身体黑暗王族 也是吸收着这里的黑暗雾气 令得秦晨身体中的黑暗之力不断地提升着 蕴含着一种归本溯源的本源力量 一步步地秦晨走得近了 无尽黑暗之中 一个绝美的容颜 渐渐地呈现在了秦晨的眼前 当秦晨看到了对方一缕侧颜之时 秦晨整个人如草雷剑 浑身巨震 眼瞳之中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仿佛看到了一个不应该存在这里的人一般 婉儿 秦晨震惊出声 眼瞳之中有着前所未有的亥然和惊讶 不碍于晴天霹雳 眼前这浑身包裹着黑暗之力中的身影 竟然是被冤魔之主分魂带到了魔界之门中消失不见的焕魔宗主上官婉儿 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而且一身黑暗之力 秦晨清晰地记得当年在天舞大陆 冤魔之主分身来袭 上官婉儿为了救下自己和思思甘愿进入到魔界之门 沉沦入无间炼狱之中 这些年来 秦晨努力地提升自喜 也有着要去魔界解救婉儿的打算 这一直是他心中最大的遗憾 这一世经历了这么多 秦晨成熟了许多 对婉儿也释然了许多 虽然在前世 婉儿和上官婉儿一同欺骗了自己 瞒了自己很久 可是这一切都是上官婉儿的阴谋 婉儿也只是上官婉儿的一个棋子 前世的岁月中 正是这个女子代替了婉儿 默默地陪伴着自己 无数个日月 边轮捣缝 情投意合 秦晨以为自己 前世深爱的是上官婉儿 可最后才知道 原来自己爱着的 其实是上官婉儿 爱之深 伤之痛 当年的婉儿 只是一个单纯之人 她和婉儿虽然双胞胎 却是没有父母 一直是姑姑和身为姐姐的上官婉儿 照顾着她 因此才会被上官婉儿利用 谁知却是深爱上了自己 这是一个可悲之人 也是一个可怜之人 甚至是个可恨之人 在上官婉儿和风少宇陷害秦晨之后 上官婉儿 再终于觉醒 和上官婉儿决裂 毅然地进入到了死亡霞谷 寻找秦晨的踪迹 甚至想要和秦晨共同复死 可结果她没能找到秦晨的尸体 还意外在霞谷中活了下来 得到了磨寐心石 修为有了蜕变 她人虽活着 可是心却已经死了 她痛苦 认为自己进入死亡霞谷都没死 一切都是秦晨的指引 是上天想让自己赎罪 可从活着 从死亡霞谷中走出来的那一刻起 她变了 她毁掉了自己的容貌 成为了大陆上 磨为赫赫的混魔宗处 成为了天下强者的 文之色变的恐怖魔头 她活下来的意义 便是为了替秦晨报仇 杀掉上官婉儿和风少宇 为秦晨报仇 她经历了多少 常人所不能理解的痛苦 修炼无情大道 将自己变成一个 没有感情的行尸走肉 可最终 当她知道秦晨还活着的时候 她笑了 她无言面对秦晨 甚至不敢面对思思 最终拉着冤魔之主 坠入了魔戒之门 进入了无间地狱 这是她为秦晨做的最后一件事 婉儿 秦晨一步步地走上前 尼喃出声 眼神中有着难以置信 婉儿为什么 会出现在这里呢 她不是进入无间炼狱了吗 进入魔戒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呀 秦晨想要知道这一切 轰的一声 秦晨靠近 可就在这时 上官婉儿木然睁开了双眼 这是怎样的一双眼睛 带着死灰 带着绝望 带着无情 没有任何感情的波动 像是个火死人一般 秦晨的心猛地一颤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上官婉儿吗 她的容貌已经恢复了 甚至比前世更加绝美 如同一朵绽放在黑暗中的夜市花 那么的傲然 那么的决然 忍住小子 小心 突然 洪荒祖龙一声即合 轰的一声 话音落下 顿时天地间 万魔涌动 无尽的黑暗魔气 如同汪洋在上官婉儿的周身环绕 将他衬托得如同一尊黑暗魔神一般 耸立在这黑暗的天穷之中 他有着绝世的容颜 身着黑色长裙 随着黑暗魔气的涌动 黑裙在腐败中自然脸下 不经意地勾勒出了一瞬妖娆入魂的玲珑浮 你是何人 毁我修炼 冰冷 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 从上官婉儿的口中传递而出 他言若美誉 敷若凝脂 精巧的唇板如同是朱砂 尤其是一双明眸 冰冷中 饮养着一丝绝情 不带半点感情 那镂空黑丝般的黑色长裙 勾勒着他纤细的腰致 令得他凹凸有致的身形 愈发地入魂夺魄 秦晨浑身一震 震惊的是上官婉儿的话 他不认识自己吗 不管你是谁 来到这里 就得死 上官婉儿动了 他如同是无尽深渊之中 走出来的魔神 滚滚的黑暗之力 在他的手掌之中凝聚着 似龙吼似天崩 这些黑暗之力 在他的身体中 形成了独特的规则 朝着秦晨席劝而来 轰隆的一声 天崩地裂 这滚滚的黑暗之力 太可怕了 秦晨还是第一次 从非黑暗一族强者的身上 感受到如此恐怖的黑暗之力 如果不是秦晨认识上官婉儿 对他无比的熟悉 甚至就要以为 眼前这个女子 乃是黑暗一族中 走出来的黑暗魔神了 人族小子 还愣着干什么 洪荒祖龙对着秦晨高河 在此黑暗之力袭来之时 秦晨竟然还在发梦 没有第一时间还击 因为他还在确认 确认上官婉儿 是不是真的忘记了自己 正常而言 当他攻击彻底落下的时候 总会露出一丝蛛丝马迹 可是秦晨失望 哪怕是那无济黑暗魔力 即将要将自己吞没的时候 上官婉儿脸上 依旧是没有任何表情 仿佛他即将击杀的 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一般 秦晨一声轻叹 秦晨心中涌现出来了 无尽的愤怒 他不知道婉儿怎么了 但是他在进入 无间魔狱之后 绝对经历了自己 所不曾想象的一切 红龙的一切 红龙那一生 秦晨身体滚滚的混沌之力涌动着 与上官婉儿卷动的黑暗之力 受得碰撞在了一起 对时天地震动 可怕的黑暗魔潮与混沌之力 碰撞在了一起 卷起了惊天的轰敏 所幸 这里是黑暗星辰内部的混沌之地 否则光是这一切 外界就要卷起惊天的轰敏 混沌长河之上 摩利茨记正在到处的搜索 他飞掠在混沌河流的上空 虽然下方有着滚滚的混沌本源吸收 可是他置若亡温 因为他要找到这混沌本源的源头 他深知 唯有在这混沌本源的源头 才能找到这里最重要的宝物 至于这浩瀚的混沌本源 不过是这黑暗星辰内部的芝麻而已 可是他这里已经飞略了许久了 却是迟迟没有找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反而是自己好像迷路了一般 妈的 星辰那小子在我之前就进入到了这片天地 难道他已经找到了这片天地的核心 如果让他找到了 那就麻烦了呀 摩利脸色无比的难看 每次只要是有秦晨在的地方 他总是会比较倒霉 这让他心中有些发虚 罗侯魔祖前辈 你也没什么办法吗 摩利询问道 这地方我也是第一次介入 不过我总觉得这片天地的气息有些不对劲 小心一些啊 罗侯魔祖说道 他话音刚落 轰的一声 这方天地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道波动 摩利竖地抬头 隐约地感觉到 在这混沌河流的深处 似乎是有什么动静 他心中顿时大喜 第一时间朝着那混沌波动传来的地方 疯狂地飞雷而去 黑暗迷雾之中 上官瓦儿眼神之中冰冷 不带一丝感情 不断地和秦晨交着手 摩利感知到这波动 正是他们交手的波动 轰轰轰 浩瀚的混沌本源河流 卷起了惊涛海浪 和无尽的黑暗迷雾 疯狂地碰撞交致 瓦儿 你不认识我了吗 秦晨不断地交手 不断地怒吓 同时心中也是暗静不已 因为上官瓦儿的身上 散发出来的气息十分的博杂 不但有黑暗之力的气息 在这其中还有母族 人族的本源力量 正常而言 这三种力量即便是出现在一起 也不可能完美融合 可在上官瓦儿的身上 却是彻底地融合在了一起 化作了一尊黑暗女神 天魂技术 轰了一下 秦晨眉心之中 可怕的魂光涌动 天魂技术运转 一股强大道 能够震慑万古尊者的 可怕灵魂之力 竖地暴射而出 直入瓦儿脑海 在乾坤造化玉碟 演化混沌世界之时 秦晨的灵魂 亦是得到了蜕变 这一股可怕的灵魂之力 穿透空间 要搜索上官瓦儿身体中的一切 他要知道 瓦儿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轰隆的一生 秦晨的神魂之力 竖地没入到了 上官瓦儿的身体中 进入到了上官瓦儿的灵魂海 试图探索上官瓦儿的灵魂 但是 秦晨一进去 便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暴力之意 黑暗的灵魂之海涌动着 在那灵魂之海上 悬浮着一柄如同黑玉一般的匕首 身体宛若是琉璃一般 那灵魂之海 也宛若是琉璃烟云 形成了黑暗之力 化作了道道经石 悬浮四周 一切都是黑暗之力所化 若非由丝丝的魔族和人族的气息尚存 秦晨甚至以为自己眼前就是一个真正的黑暗族人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肖天意 第1979集 黑衣人帝尊眼神渐渐冰冷起来 你调查我 从你盯上我的时候 我就已经注意到你了 还需要刻意调查吗 你以为你隐藏得极好 可惜 小爷我这一生什么人没见过 想杀我的人太多了 就凭你 也想杀我 痴心妄想 魔力冰冷了 这次轮到黑衣人帝尊神色闪烁了 他冷冷地盯着魔力 你还知道什么 我知道的多了 魔力冷笑道 我还知道 你背后那个黑室之人 应该不是黑室的掌控者 否则 不会做出跟踪小爷这种事情来 我观察你许久 若是我没猜错 你背后那个人应该是黑室的启兰使者吧 你 黑衣人帝尊瞳孔骤然一作 眼瞳中爆射出了寒光来 怎么 被我说对了吧 魔力冷笑 什么启兰使者 可笑 黑衣人帝尊 憨声道 呵呵呵 在小爷面前还想狡辩 魔力 痴笑道 在黑室中 我观察过你 每隔一段时间 你都会进入黑室拍卖会 若是没猜错的话 和你见面的 应该就是启兰使者吧 黑室规矩 任何黑室之人 都不得对顾客下手 你却盯上了小爷 看样子 你和启兰使者 暗中陷害的人还不少吧 胡言乐语 轰那一声 黑衣人帝尊彻底变了 一股通天的杀气 从他的身上弥漫而出 顿时 这方天帝 一股可怕的力量 弥漫而出 将天地间完全禁锢 形成了一方封锁空间 禁欲空间 正是这黑衣人帝尊的杀招之一 怎么 想杀人灭口啊 魔力哈哈大笑起来 你还真以为你能杀得了我 实话告诉你 我知道的东西很多 我还知道你今天就要死了 就凭你 一个人村 黑衣人帝尊冷笑 于气不屑 但是他心中却是警惕万分 寒气之梦 因为他眼前之人 他在黑市的时候 的确是被以兰使者 嘱咐叮嘱过的 因为魔力每次进入幽明星河 都会满载而归 收获不少 一次两次还好 可是次次如此 自然会被人绝肠 再加上魔力和赤炎魔君在黑市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自然被启南使者关注到 吩咐黑衣人帝尊进行跟踪 打探 只不过 让黑衣人帝尊没想到的是 眼前的魔力竟然是知道自己一直被跟踪 甚至还调查出了自己的姓名 来历 以及背后的启南使者 这让他心中冰寒不已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变态 此时 黑衣人帝尊心中杀鸡腾腾 完全锁定住了魔力 今天 他必须死 否则一旦消息传回黑市 那他和启南使者都将麻烦 小子 你不该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黑衣人帝尊目光森森 当年你进入黑市的时候 不过半步尊者而已 短短这些年 竟然提升到了这等地步 你的身上定有秘密 分座倒要看看 你哪来的这么大底气 黑衣人帝尊话音落下 轰轰轰轰 一道道璀璨的丝线 从他的身上抱舍而出 这些璀璨丝线 迅速地封锁四周天地 面对黑衣人帝尊的封禁 魔力竟然是窥然不动 任凭对方 失产出恐怖的空间封锁 结合禁欲空间 将他完全封锁在了 这方天地里 这让黑衣人帝尊 微微变色 这家伙疯了 竟然是对自己 失产出的手段 无懂于衷 你是在保护你身后 那个家伙吗 的确有点味道 虽然是妖族重塑肉身所化 但是那身材 的确不错 他应该是在 烈花混沌果实吧 你放心 杀了你之后 本座会好好享用他的 虽然有点恶心 但是本座还从未尝过 这等女人的滋味呢 封聂帝尊大笑起来 眼神冰冷 故意刺激魔力的神经 试图看出他身上的端倪 其料魔力完全是无动于衷 激将法吗 魔力宁笑起来 在我面前使用激将法 太天真了 不过我倒是可以告诉你 小爷我为何如此淡定 话音落下 魔力突然看向了 黑衣人帝尊身后的一片虚空 淡淡道 秦辰 听了这么久 也该出来了吧 嗯 那黑衣人帝尊豁然转头 身后空空如也 哪里还有其他人 只是 不等他开口 就看到身后不远处的废墟之中 一道人影 缓缓地走了出来 正是秦辰 秦辰之前在暗中听着 没想到魔力居然发现了自己 你怎么发现我的 秦辰皱眉 他的隐匿手段极其强大 帝尊高手轻易地无法发现 魔力是怎么知道的 这家伙的身上有你的气息 那气息太独特了 这家伙闻不出来 但是我看来太明显了 魔力 淡淡道 你在他的身上留下线索 自然要跟踪此人前来吗 是你 黑衣人帝尊看到秦辰 神色一惊 浑身寒毛竖起 无比的紧张 秦辰的实力 在他看来 要远在魔力之上 绝对能威胁到他 独特的气息 秦辰皱眉 自己的雷霆气息 有这么明显吗 若是真那么明显 这黑衣人帝尊 怎么没发现呢 秦辰不知道的是 魔力对他天生 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只要他出现在魔力身边 魔力就感觉到 一丝气息 会浑身不舒服 风逆帝尊 喜兰使者 他说的都是真的 秦辰没有深究这个问题 走出来之后 目光冰冷地落在了 黑衣人帝尊的身上 冷冷说了 阁下 你我往日无仇 尽如愿 不过此人胡言乱语 怕了 我虽不知你们之间关系如何 但是 你若是不插手 今日之事 我可将之前得到的 混沌果实给你 如何 黑衣人帝尊沉声道 他现在最想杀的是魔力 只要是将魔力杀了 就算是没了混沌果实 接下来有机会 他也能从秦辰的手中抢回来 可若是让魔力逃出去 爆出他的 启兰使者之间的秘密 那他就麻烦了 往日无仇 尽如愿 魔力顿时笑了起来 若是我没猜错 你绝对追杀过此人 而且就在不久前 黑市拍卖会之后 秦辰 我说的没错吧 魔力 冷笑道 以你在 游明星河中的收获 这家伙 不顶上你才怪呢 游明星河中收获 不久前的拍卖会 黑衣人帝尊 惊怒地看着秦辰 你 难道是 你话少说一些吧 没人当你是哑巴 秦辰冷冷地看了一眼魔力 轰了一下 下一刻 秦辰身形动 呜 呜 秦辰浑身 真龙之为战法 朝着那黑衣人 猛地震杀而来 红龙的一声 只见秦辰龙体表面 瞬间无数密文流转 整个人直接化作了一道 耀眼的金光 直扑黑衣人帝尊 这一刻 秦辰就感觉到 仿佛感悟了百年记忆中 真龙咆哮 扑向了对手一般 真龙的简单一扑 同样蕴含着真龙之道 而秦辰这一扑 也蕴含着恐怖的 真龙顶级密法手的 一扑 凶猛无比 快得惊人 单单凭借秦辰的修为 想要斩杀这黑衣人帝尊 其实难度不小 但是在感悟了真龙之威后 秦辰真龙之身的实力 便有了惊人的提升 拜吧 秦辰瞬间来到了 黑衣人帝尊的面前 右手成爪 一根根手指上 无数细小密文 彼此流转结合 瞬间化作了 耀眼的金光 直接抓向了 黑衣人帝尊 该死 黑衣人帝尊 脸色骤然变了 轰的一声 面对秦辰的攻击 黑衣人帝尊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体内可怕的 尊者之力涌动 瞬间凝聚成了一个点 而后 他对准秦辰的攻击 猛然地张开了嘴巴 呼的一声 一道无形的攻击 瞬间以光迸射般的速度 直接朝着秦辰 暴射而来 轰轰轰 这是一道黑色的无形光波 并没有什么 实质性的存在 正是这黑衣人帝尊 可怕的灵魂攻击 并且在施展出 灵魂攻击的同时 傻 黑衣人帝尊的眼瞳中 再一次掠出了一丝汗毛 猛然地张开了嘴巴 口中竟然是 再度喷吐出了 树道黑光 树道黑光 仿佛是树头黑色蛟龙 相互缠绕暴卷 直接飞向了远处的秦辰 轰的一声 树道黑光 乃是这黑衣人帝尊的杀手锏 当初秦辰差点就陨落在了这一招之下 若非施展黑暗之力 必然生死 而此刻 这黑衣人帝尊 直接施展出了自己最强的绝招 并且燃烧尊者之力 将自己的杀手锏释放到了极致 比之当初都要可怕上了数倍 轰的一声 无形灵魂攻击之后 伴随着可怕的黑色蛟龙冲击 所过之处 虚空震荡 威势惊人 他拼命了 眼前这真龙之人 和那魔族之人知道的太多了 必须死 而那真龙族之人 是他最大的威胁 必须第一时间斩杀 或者中伤 他才有希望 又来这一招 秦辰冷笑 面对着两股可怕的攻击 秦辰目光一寒 摸了一声 他的身上 一道漆黑猙獰的铠甲 瞬间出现 浩天神甲 漆黑的铠甲瞬间出现 覆盖住了秦辰的身躯 猙獰恐 是你 黑衣人帝尊 此刻也认出了秦辰 惊怒的吼了 当初他追杀的那个家伙 明明不是真龙族啊 怎么现在竟然变成了真龙族了 死 但是他此时也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唯一的念头就是抹杀秦辰 红龙的一声 终于在秦辰身上浩天神甲覆盖的一瞬间 那灵魂攻击和可怕的黑色蛟龙依然冲击在了秦辰的身上 扑的一声 浩天神甲涌动无形的光芒迅速地消灭了这一股灵魂冲击的威力 一声五声九声 当初秦辰只是半步尊者的时候只能削弱九声的攻击 而今他突破尊者之后瞬间就将这黑衣人帝尊的九声攻击给抵挡了下来 最后一声攻击瞬间没入秦辰的底内 破 秦辰怒吼 这最后的一声攻击根本无法攻破秦辰的真龙之躯 被瞬间的轰散开来 毫发无伤 不过如此 秦辰兴奋 当初能让他绝望的攻击而今却是根本无法突破他的防御 什么 那黑衣人帝尊完全呆着住 目光骇人 呵呵呵 该我了 秦辰心中畅快不已 感觉到这一刻完全和沉睡百年记忆中的真龙重合了 飞扑 撕爪 腿如尾如鞭 轰的一声 一头真龙虚影闪过 秦辰力爪探出 带着无可匹敌的力量 扑的一声 直接洞穿了黑衣人的胸膛 轰龙的一声 秦辰力爪探出 可怕的真龙虚影激荡 发出了浩瀚的咆哮之声 龙银阵阵 浩瀚无边 直接撕裂开了黑衣人帝尊的肉身防御 直接没入了他的身体之中 是什么 魔力眉头一皱 瞳孔紧缩 他如此自信 就是因为知晓秦辰在附近 以他和秦辰的实力 一旦联手 这黑衣人帝尊根本占不到便宜 但是魔力怎么也没想到 秦辰竟然是如此之强 一爪之下竟然瞬间撕裂了黑衣人帝尊的肉身 轰隆的一声 黑衣人帝尊被撕裂肉身 顿时发出了一道惊怒的嘶吼之声 他的身体迅速融化 一下子炸开 但是片刻之后 却是又在另外一片天地出现了 嗯 金晨的眉头一皱 好奇特的神通 这是科卡拉族的天赋神通 想要击杀他们 只能一点点的磨灭他们的北渊 以为科卡拉族的肉身可以无限繁衍 可滴血重生的 魔力沉声道 这也是他从调查对方身份得来的 哈哈哈哈小子 你杀不了我的 疯涅帝尊 目光争鸣 滴血重生 金晨冷笑 本少倒要看看 你怎么个滴血重生法 魔力 你上去杀了他 我 魔力愣住了 怎么 此人是来杀你的 你总不能让我一个人来吧 金晨淡淡的 你上去出手 我来替你掠阵 你 魔力 郁闷的都要吐血了 但是在秦晨的凝视下 身形一晃 直得 骤然的朝着那黑人帝尊斩杀而来 本座不陪你们玩了 疯涅帝尊冷笑一声 身形一晃 骤然便要离开这 想走啊 空间领域 轰了一声 秦晨的身体中 一股浩瀚的空间之力 弥漫而出 煞事间 整片虚空被他完全的禁锅住了 同时那黑衣人帝尊也被牢牢的禁锢在了虚空之中 黑衣人帝尊神色能力 他怒吼着张开大口 顿时一道黑色流光从他的口中抱舍而出 这一道黑色流光化作了一头黑色蛟龙 撕立虚空 要逃离这里 但是 他的力量刚破开一层虚空 秦晨身上再度的涌动出了一丝空间之力 层层虚空被破开 这黑衣人帝尊也被层层的封锁住 根本是无法逃脱秦晨的束缚 杀 魔力心中怒吼 直接杀将而来 小子 给我滚 黑衣人帝尊一拳轰触 嗖嗖嗖嗖 一道道黑色的光线宛若是繁星一般 瞬间 寻浮于无尽的天界 这漫天的黑色光线化作了一片漆黑的夜幕 将魔力层层地包裹 欢迎收听 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 五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不管有没有人跟着追踪出来 必须速战速决 星辰目光一寒 同时冷笑 后面跟踪上来的摩天鬼族的人 显然是想盯上自己 只是 他们却是悄然地跟着黑金虫族 说不定啊 还看中了黑金虫族身上的东西 想来个一十二鸟 不过 摩天鬼族的人隐匿功法不错 黑金虫族的人根本没发现 对方居然盯上了自己 真是个找死 得选择一个埋伏的地方 想到了这里 秦辰没有选择瓦裂族营地的方向 而是往不远处的万族战场的一个山谷飞掠过去 这条线 秦辰来的时候路过一次 很清楚 前方十万里的地方 有个隐秘的山谷 那是个杀人灭口的好敌 十万里的距离 对于秦辰这样的强者而言 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就到了 秦辰到了山谷之后 立即开始布置阵法 当初他才是圣主的时候 就被魔族的魔尊 在虚空朝起海追杀 也暗中布置下了一个大阵 而现在 他的实力提升了何止百倍千倍 想要在这里布置一个困阵 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的 而秦辰在布置阵法的同时也在暗中吩咐四天穷他们一些东西 四天穷他们震惊地看着秦辰显然疑惑秦辰的这个计划 不过因为对秦辰的强烈相信 并没有做出任何疑问 秦辰在这里布置的并不是杀阵 而是一个困阵 他要留下来所有的人 不让他们逃走 只是秦辰布置阵法虽然再快 想要在紧跟而来的黑金虫族他们之前 就布置下一个能够困住巅峰人尊的阵法也太过艰难了 所以秦辰这个困阵还没有完全成形 黑金虫族卡米拉已经带着几尊黑金虫族的高手 到了这片山谷 看见秦辰几人站在深谷之中 并没有继续逃 卡米拉冷声说道 紫天琼 你们几个家伙怎么不逃了 在黑市的时候你们不是很牛吗 现在怎么不牛了 秦辰冷笑了一声说道 卡米拉大将军 你哪只眼见到我们像逃的样子 嘿嘿嘿 卡米拉 你怕是不知道 敢跟踪我们 你们黑金虫族都是在找死 古力魔也跨前一步 寒生的 身上涌动着可怕的杀机 四天琼和齐步慢 也是跨前一步 浑身涌动着凛冽的杀机 冷冷地看着黑金虫族的一群 卡米拉等人目光一鸣 怎么回事 这和剧本写的不一样 这瓦裂虫族的人 见到他们不是应该惊恐无比吗 怎么如此淡定 难道这里有什么阴谋吗 卡米拉的身识急忙朝着四周查探出去 发现啊 这山谷并没有其他人的时候 不由得微微松了一口气 嘿 装模作样 以为这样就能谋获过关了 不得不说 四天琼 你们太天真了 卡米拉沉声道 大人 和他们废什么话 直接拿下了呗 把他们身上的天红金里等宝物全都夺回来 没错 之前这些家伙在幽明星河调到不少神光鱼 说不定之前黑市拍卖场的某个宝物 就是他们拍下来的 正好趁此机会把他们宰了 看看他们身上有多少好东西 黑金虫族的尊者狂笑起来 一边冷笑 一边已经是悄然将秦晨他们全部包围在了山谷中 他们在拍卖场上也关注了整个拍卖 根本就没有看到天红金里的出现 显然 秦晨他们的天红金里还在自己身上 光是这一条天红金里 就足以让他们收获不少 你们还真说对了 之前我的确在拍卖场上拍卖了一件东西 秦晨笑着拿出了个浴魂 大人 是德鲁伊之心 黑金虫族的人瞬间就激动了起来 黑金虫族的人震惊地看着秦晨手中的德鲁伊之心 这小子身上怎么会有德鲁伊之心呢 在拍卖场上是你拍走了德鲁伊之心 黑金虫族的一个尊者 突然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顿时震惊地说道 看来你们还不算太笨 秦晨笑着说道 大人 他们还不算太笨 到现在才反应过来 我看是蠢到家了 正好 大人您之前消耗的150条神光鱼 可以从这几个家伙身上找回来了 也算是给大人保管保管保物了嘛 古力摩哈哈笑了起来 不知死活 黑金虫族的人冷笑了一声 眼神顿时变得火热起来 这德鲁伊之心算是他们黑金虫族得到的最重要的保物了 可是为了换取他们黑金虫族的发展的资源 没办法 只能交易出去 可万万没想到 这德鲁伊之心 却是被瓦列族的人拍走了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还有这样的好事 本来黑金虫族的人拦住刺天穷他们 只是想服杀这个老对手一下 至于能不能成功 他们也没太在意 哪怕只是杀死其中一两个 让一部分人给逃回去了 他们也并不在意 可是现在 他们的眼神一个个火热无比 全都疯狂地盯着沁尘 瓦列族的人必须死 轰隆的一声 一声利贺 黑金虫族的人 在卡米拉的带领下瞬间动 只见到他们的身上 迅速地涌动出了一道道的黑金之色 顷刻之间 这几尊黑金虫族的尊者身上 覆盖出了一层黑金色的铠甲 一道道的利刺 从他们的身体中穿透而出 像是一柄柄的刀锋一般 并且 这些刀锋从黑金虫族人的身体中 疯狂地爆射出来 这是一柄柄薄如蝉翼一般的 黑金利刃 泛着森冷的寒光 并且在这黑金利刃之上 还流转着一道道的玄妙法则光芒 这些法则光芒迅速地融合在一起 竟然是演化成了一片黑金的世界 一柄柄的利刃如同是钢铁森林 将秦晨一群人迅速地包裹在了里面 黑金玄天真 四天穷眼神震惊 脸色微变 迅速地带着古力魔和齐步慢 来到了秦晨的身边 他们几个人被无数的黑金利刃包裹在了中间 脸色却是没有了一开始的轻调 而是变得无比凝重起来 四天穷 你瓦列族和我黑金虫族交手了这么多年 该不会不知道我黑金虫族的大阵吧 卡米拉哈哈大笑起来 黑金玄天阵 起码需要十名尊者 或者由五名尊者带领 百万战士才能够形成 你们怎么 四天穷难以置信的 对面的黑金虫族尊者连上卡米拉 也就一共六尊 怎么能够形成这黑金玄天大阵呢 嘿嘿嘿 这倒是以前了 这一次我黑金虫族大获全胜 一排自然变得不同 给我杀 卡米拉冷喝了一声 顿时无数悬佛在半空中的黑金利刃 迅速地流转起来 无数的黑金利刃疯狂的旋转 将这一方天地的杀势都带动了起来 哗啦啦的 一柄柄的利刃疯狂的旋转着 带着切割一切的气势 最后融合到了一起 然后对着秦晨一行人疯狂的斩杀而来 大家一起出声 四天穷逼喝了一声 眉心之处 一道道的光芒绽放起来 疯狂地爆射出了一道道的光芒 这些光芒与漫天黑金利刃碰撞在了一起 引动惊人的爆炸 轰隆隆的 整个天地都被这一股可怕的爆炸给充斥了 黑金虫族的人疯狂地催动着黑金玄天阵 要将秦晨他们斩杀 而刺天穷等人则是疯狂地抵挡 只见无数的光芒绽放 黑金虫族 黑金玄天阵 一时之间竟然是无法攻破刺天穷等人的防御 但是 黑金虫族的人却是一点都不着急 只是嘴角擒着冷笑 因为瓦力族那边只有四名高手而已 而他们这边足足有六嘴 一点都不担心对方能抵抗得住 果然 在黑金虫族的催动下 那黑金玄天大阵迅速地逼近秦晨等人 而瓦力族的抵挡光芒 却是渐渐地已经有些吃不消了 紫铁球 别抵挡了 你再抵挡也没用的 卡米拉冷笑着开口 眼神一寒 她的身上一道道无形的光芒绽放出来 融入到了黑金利刃之中 顿时 有几片利刃穿透了瓦力族的风索 瞬间站在了秦晨他们的身上 扑扑吧 这一片片利刃切割秦晨他们的身体 虽然单独的一片黑金利刃无法将秦晨他们斩杀 但是不断地有利刃斩杀而来 还是令秦晨等人不断地闷横着 而秦晨更是扑的一声喷出了一口血墨子来 被保护在了瓦力族的中间 气息萎靡不已 大人 四天穷等人担忧地看着秦晨 眼神之中充满了交集 我还以为你多牛呢 原来就只有这点本事啊 还大人 四天穷 如果我没记错 你瓦列族和我黑金虫族投靠的是一个族吧 但是此人却绝不是我们所投靠的那一族的 本大将军就要好好看看 你瓦列族究竟是背着那一族巴结了谁 卡米拉不懈地看着四天穷 本来呀 他还担心秦晨隐藏着有实力 但是现在看来 这小子的实力根本就不足为据 该死 大人 我们护送你离开 四天穷听到卡米拉的话 脸色对视大变 眼中悄然地流露出来了一丝担忧 急忙对着秦晨抵合了 与此同时 他双手画作了利刃 轰了一声 身体中的本源气息绽放出来 直接开始燃烧本源 连同鼓励魔等人疯狂地出手 将无数的黑金利刃斩飞了出去 护送着秦晨离开这里 嗯 拼命了 卡米拉冷笑了一声 在他们黑金虫族的嘴动之下 无数黑金利刃愈发的可怕 化作了风炮一般 根本不给四天穷他们离开的机会 大人 四天穷惊怒道 不怕 秦晨不顾嘴角的歇血 迅速拿出了一个个震盘 朝着这片虚空扔了出去 居然是要在战斗中布置战法 嘿嘿嘿嘿嘿嘿好小子 这小子也太天真了 在我黑金悬天阵之下居然也想布置阵法 痴人说梦啊 卡米拉根本就无视秦晨的阵法布置 他黑金虫族 对阵法自然也有一些自己的领悟 根本就不相信秦晨在这种状况下 还能布置出来大阵 果然 秦晨在黑金利刃风暴之下 连连的后退 根本无法安心的布置阵法 大人 你先逃 此刻 四天穷他们身上已经无比狼狈起来 一个个的都挂着菜 眼神也变得猙獰起来 翁里一声 就看到了四天穷的带领下 古力摩 齐布曼 两个人齐齐燃烧本源 他们的眉心之处 同时绽放出来了一道刺目的光芒 轰隆的一声 两个人爆射出来的光束 与刺天穷施展出来的光束 迅速融合在了一起 三大光束融合在了一起 树的轰在了黑金虫族 释放出来的黑金利刃风暴的某一处所在 轰隆隆的 无数的黑金利刃被轰炮开来 卡米拉等人闷哼一声 就看到原本成型的黑金玄天阵 迅速的被轰开了一个巨大的火口 嘘底下 根本不需要刺天穷他们开口 秦晨已经沿着的祸口迅速冲了出去 直接冲出了黑金虫族的包围 下一刻 黑金利刃风暴再次愈合 刺天穷三大虫尊被再度包围 愈发的狼狈不堪 该死 卡米拉的脸色难看 那德鲁伊之心之前可是在秦晨的手上的 而且 那天红锦里之前被吊上来的时候 也是被那小子收入到了处物空间中 若是让那小子跑了 就算是他们将瓦列族的人全都杀了 也只能泄愤 根本得不到包围 给我拦住他 卡米拉对着身边一个黑金虫族的虫尊 立刻历声吼道 是 大人 这黑金虫族的尊者脱离队伍 迅速地朝着秦晨袭杀而来 嗖嗖嗖 一柄柄的黑金利刃化作了一柄通天的利刃 朝着秦晨展落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